第四 前兩次大RPM的大概都是 影響於貿易是不要簽訂的 所以我們只能危機還有危險的 我們只要找兩次 那這一次呢我們特別找了黎春 然後他被中間的WTO的 跟RPM的中間的複製成 我們都可以看到說在報紙上 也提供給大家的參考資料裡面是 他對於貿易的看法是持有肯定的概念 所以也呼籲大家說 等一下可以提出一些質疑跟看法 或提出挑戰 這樣反應 當我們也事先告知 也安排了一些人呢 也告訴大家說逃勝門在後面 萬一他被攻擊的話可以怎麼逃勝門 然後也有找一些 所以我們希望說等一下我們是可以 針對他討論的那個細節 一一做出質疑啦 然後他等一下會講少少四十分鐘的時間 然後接下來時間呢 四十分鐘以後 接下來會開放給大家提問 提出什麼 那不管怎麼樣 那我們先喝點掌聲歡迎李宗盛 今天我們來的高中生比較多了 所以他可能是 當開始我還以為這是補習班報名 時間到了 然後很多高中生在那邊排隊 來 李宗盛先出場 首先我覺得今天我感到非常興奮 因為從大家背景瞭解 我面對事情非常非常多元 不管是在背景 不管是在年底 不管是在社會經濟上 不管是在這個專業的學習上 都非常多元的一群人 聽眾我大概過去從來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有這樣子的 這麼多元的一群聽眾來 討論一下這個 我最不喜歡談的議題 叫做服務貿易 我也知道在六月之前 我在外面演講 大家都在講 哪個提問在幹嘛 然後TPP 我們為什麼加入 東協加入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有很大的壓力 那從六月開始之後呢 好像仿佛變成 我變成是一個服務貿易的專家 那我先說一下為什麼 在過去幾個月裡面 我會談 我會有很多機會 比較多機會談福報 那是因為在過去兩年多的 談到過程裡面 我跟其他幾位同事 中京院主 我們中京院同事 有參與這個服務的談判 那我們參與的部分 比較多的是 服務貿易協議裡面的文本 各位如果注意到 除了現在爭執不休的承諾以外 事實上服務貿易協議裡面 還有一個24條的條文 我猜大部分人都沒有注意到那個條文 那我們等一下有機會可以看一下 我方法比較多這一塊 所以相對於其他的 其他的單位或是研究人員也好 我們大概對福報的了解比較早 事實上福報非常的複雜 口統程度 它是一個很技術性的文件 可是它的是與非其實也沒有那麼複雜 因為它就是涉及到兩岸 今天還有一個某個政黨的人來找我們聊天 說想要針對未來 如果兩岸要簽所謂政治協議的話 要不要立一個法來特別的規範卡 我問他第一個問題就是 什麼叫做兩岸政治協議 服務貿易協議算不算兩岸政治協議 對我來說可能所有的兩岸協議 某種程度都帶有一種政治的印象在裡面 那兩岸就是這麼複雜 而且所以我接觸到的所有人 大家都不喜歡做兩岸研究 因為兩岸研究從來都沒有辦法 按照理論 按照國際經驗 有一個比較理性的討論 因為它涉及到很多價值觀的版本 所以我希望 我不是我希望 我知道今天我會有一個非常深入的討論 我也非常歡迎各位 其實在我的過程裡面 大家也可以隨時打斷 我們如果各位有問題 我也知道解釋之後 會有一個比較深入的一些交換 最後還是要感謝 沈欽凱老師 我今天本來沒有期待說 我要跟各位來介紹符貌 所以我裡面符貌的實質內容 我會從一遍也屬於沒有講到的話 我會試著在我的過程裡面 再來為各位補充 那如果各位有任何不清楚 就已經都會隨時打斷 好 麻煩你 在我開始之前 花崗佳葉 要先介紹一下我的中心 為什麼呢 如果各位對經貿議題 除了兩岸以外 對經貿議題有興趣的話 去Google WTO中心 就會到我們中心的網頁 那其實最重要的是下一頁 就是我們有一個每週發行的 叫做WTO及RTA 電子報 不明示意 它裡面看的都是 國際經報 特別是最近我們拿區域整合 這些FTN啊 RTA相關資訊 而且這個大概是現在唯一用中文的 而且是清文是非常及時的一個電子報 所以非常歡迎各位去訂閱 訂閱方式也很簡單 各位知道現在有個資法實施了 我們要更 越多的個資 我們就要負越多的保護責任 所以後來我們的政策就是 那我就不需要 不要各位提供什麼個資 只要有個E-mail就可以了 所以訂閱非常簡單 我希望我們 我們禮拜一的都會看到 肯定會略略增加了20個 20個 好 我們按下一頁 那事實上我們不是只有每一期的電子報 我們在過去十年 我們中心已經成立十年了 過去十年每一期的電子報 都可以在利用這個搜尋 從網絡上這個搜尋的方式找到 我們有按邊緣 就是按時間分 又按議題分 又按作者分 所以我們的電子報不是只有新聞 每次都會有一篇專題分析 所以各位如果有這個興趣 有這個 對經貿議題有興趣 我們這一段分 比較少談兩岸 我們的同仁也都不大喜歡談兩岸 所以我們談了很多是國際的趨勢 可是等一下我會報告 其實兩岸跟國際 是沒有辦法分開來看的 好 這個是一些資訊 廣告時間結束了 來 麻煩下一頁 我們在看指望之前 我想我們要先挑戰 先不要看這個協議 它基本上的性質是一個FTA 所以各位想像 如果今天我們欠這個服務貿易 叫做台灣與美國的服務貿易協議 內容完全一樣 今天我本來沒有機會 再跟大家講這個問題 因為不會有人有興趣 也不會有人在意這個問題 我們剛剛跟紐西蘭欠的FTA 各位知道嗎 裡面的服務貿易的開放程度 如果有一個服務員超過兩岸服務貿易 有人去看過他的內容嗎 我猜很少 如果今天我的標題叫做 台紐FTA的什麼事分與事變 可能今天只有一半人會來 好 我只要用這個例子來說明 即便是相同的內容 甚至開放更少的程度 或是開放更多的這個承諾 可是對手如果不是中國的時候 我們大部分人都正在意 可能我們的服務業被賣 我們的出版被賣得更多 我們的醫療被賣得更多 我們的教育開放得更多 可是沒有人在意 所以各位知道嗎 在台紐FTA裡面 我們有承諾開放一個下注 就是允許紐西蘭 在台灣設立兩間私立學校 是可以不用以財團法人方式行設立 它可以適合法人 意思就是說它可以盈利 簡單說 紐西蘭可以看兩間盈利性的學校 不過當然它有限制是外交學校 就是只有外國護照的石油所才可以去念 那各位覺得這個衝擊打不打 是不是完全顛覆我們對教育的 我們以為以前那個教育這個公益事業 當然石油財團法人怎麼可以來努力 也就是說像董事長 我們知道該個學校是為了賺錢 我們允許紐西蘭人開的 可是我們感覺沒有什麼擔心 紐西蘭競爭不過 因為他不會講中文 對不對 福茂的時候我覺得他會講中文 所以我們會害怕 可是紐西蘭人 只要花椅子 就可以請到會講中文的校長 可以選一個整個學校都會講中文的老師 所以 我們在談到回來福茂的這個領域 其實福茂很多的爭議 我不覺得是福茂協議本身的問題 我覺得更多是這些大協議 價值觀的問題 包含著兩岸的經報整合 是不是意味著兩岸未來要在政治上同意 這個大家都沒有人把他講過過 而事實上追根追理就是這個問題 那我作為一個我認為台灣福茂協議 要做出了一步 可是我必須跟大家講 我也 可是 經貿整合是不是就代表了政治統一 這樣的說法會不會太直接 會不會太想愛我們台灣人對中國的感受 經貿的感受跟政治的感受 這後面應該要畫一個很大的問號 可是我理解有很多的很擔心 就覺得說這個是政治統一的第一步 因此他們把被政治統一的厭惡反映在經貿整合上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把政治統一的困惑 疑慮抽離出來 單純看兩岸經貿整合 還是這兩個是永遠要混雜在一起 沒有辦法 跟大家看這個 這個是我們在看待服務貿易協議的時候 在第一個價值觀上必須要去問自己的問題 那就我而言 我覺得經貿的政策跟政治統一 這兩個是 我有信心 如果各位有訪問過過多台商 話好我們台商社會理事長就會知道 台商在中國經商越久 越認識中國就越不喜歡中國 大巫學生來台灣越多 越認識台灣就越接受台灣 這好像跟我們很多思維是反過來 我不喜歡陸生來 很怕會搶我們工作 可是我不是到各位同學裡有沒有陸生 以前我都搬上了四川大學研究生來 他來的時候他非常 很訝異於台灣的 學生跟老師的互動 同學之間的互動 整個社會的看理 我相信人都是喜歡好的事情 人都是喜歡自由 人就是喜歡開放 人就是喜歡不要受到各種各樣的壓力 所以他來台灣是 我倒反而覺得陸生來越多 我們就越不擔心中國 整個政治上 好 這是我的看法 等一下可以聽大家 第二個是整體 跟個體的問題 就是我們在看福茂的協議的時候 我們到底 昨天我們 我們看事情事業很多 對嗎 從上面 從下面 從後面 從前面 可是我們看福茂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是從一個整個社會的角度 有時候我們是從個別人到底會被影響的角度 那各位在做一個判斷的時候 就是我到底喜不喜歡的東西 接不接受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是從哪一個視野 是從台灣的 大部分的 包含了從我們子孫的角度 還是從我個人的職業 還是我畢業之後可不可以找到工作 還是我這一個人喜不喜歡中國 你是從哪一個角度 我覺得這個也是我們在看福茂的時候 要先問自己的第二個問題 就是我是看的是一個整體的 長期的 還是我是看我立即的 短期的 我個人的意義 那你可能會有一點比較不統監的 比較有可能的 是我們在討論公共戰色的最後 一定是要在追求整體的利益的同時 應該也要兼顧到個人的權益 不要受到太大的阻害 這大概是現在 這個兩派相選取其心裡面 比較可行的一個方式 第三個是 就是我們到底對 這其實第三個跟第一個都很有關係 就是我們到底要 要不要對中國開放 開放之後 會不會與洪水猛獸入侵 可是反過來問題是 我們可以持續對中國進行限制 就像我們現在一樣 可是這個限制對台灣來說 對我們的下一代 對各位以後就業來說 到底是第一還是第一 全世界都要去中國 他們很開心我 我最好不要吃到福茂 聯關協議的這個費用 香港馬上就伸手去掉了 前幾個女朋友聽到 韓國現在也在研究福茂 他們準備在他們 跟中國台灣體力的時候 要請中國造單給韓國 如果就算不能百分之百 可以至少打個八字 來給韓國 美國現在推動要跟 中國簽一個叫做 投資自由化行李 那可以想當然 美國是這個領域的專家 一定拿福茂來說 你可以給台灣 可以給香港 你可以給我美國 沒有什麼困難 你也給他一分 我有講的是 我們不要 大家搶著要 那台灣要怎麼樣 是不是 第四個 當然我等一下 不會花比較多時間 就是福茂協議 對台灣到底是力大也必 力大也必 而你要得到這個結論 就要回到上面三個主要的 一些價值台灣 你到底是從 喜歡中國 不喜歡中國 擔心統一 不擔心統一 從你自己 還是從群體 是從這個 宏觀的 還是從回觀的角度 去評斷 福茂協議 到底可以台灣是力大還是力大 OK 所以 有太多的 現在 這個台灣有太多的資訊 有的是正確的 有的是不正確的 我相信大家受教育 不管是怎麼樣 其實最重要目的 除了學習專業 其實最重要就是 你要有一個自我的判斷能力 對吧 大學畢業 可能什麼都沒學到 如果你可以學到這個 大概就是大學教育成功 當然我說這句話 聽起來很簡單 對不對 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我也沒有自我判斷能力 很多時候還是等於異議 那可能都要隨著社會經歷 在大學 好 我想我今天的問題 就是要給大家一些資訊 那這些資訊到底 對大家來說是真的假的 對的錯的 我覺得應該有教育委員 各位來做一判斷 好 好 好 對不起 還有一個很重要 這個政府到底值不值得信任 他講的話到底可不可以信 他說他以後會做什麼做什麼 這個機票到底會不會兌現 他說沒有損害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他說利益是好 是大的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如果我們不相信這個政府 那他的一些promise 他所有的承諾 其實都大很大很大 那既然這些承諾都不存在 都不成立 那我就會擔心說 這個利東西可能是必大的利 回過頭來 如果我們信任他 我們覺得他講的話都會做到 那可能他講的話 我們可信度就會提高 那至於各位到底信不信這個 我以前比較信 過去三個月來我可能越來越不信 我也許各位可能更早的時候就不信 我覺得我無信證 我不是說他騙我 相信我 我們這些談福茂公務員 沒那麼大的膽子 說要談去玩台灣 然後騙到百姓 好 我透過一些 我覺得是不正確的資訊的離親 用這個方式 也許可以來讓大家 從另外角度來看看福茂 來下一頁 我們先看福茂是什麼 福茂是FTA 這點無庸置疑 福茂就是一個自由貿易協定 是台灣與中國 或者叫做兩岸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 所謂自由貿易協定 就是大家相互對對方開放 讓市場來決定誰是贏家 誰是輸家 而不要因為法規 不要因為規則上的限制 來扭曲這個市場競爭的結果 FTA的用意就是這樣 各位想像一台 三星的手 三星手機的例子 沒有 那個德國的別套 不要講好了 奇異果 各位知道奇異果一顆關稅多少錢嗎 你很難想像 台灣有生產奇異果嗎 幾乎沒有 有一點點在高山上 奇異果一顆的關稅是20% 他要幹嘛 他要保護誰 如果你問農委會 他會說 因為如果奇異果變便宜 大家就不吃羊桃 不吃我們的芒果 會去吃奇異果 真的嗎 不會吧對不對 奇異果不是很好吃嗎 我女兒吃的都太酸了 你聽錯了一點點 所以 科關稅要幹嘛 按照農委會的邏輯 他要保護我們的農業 他要扭曲市場的結果 因為奇異果因此會變貴 所以你會去吃芒果 會去吃蓮霧 你不會去吃奇異果 所以這個關稅要幹嘛 扭曲市場的結果 我們順著他的邏輯 今天沒有關稅的時候 奇異果可能因為營養農好 然後形狀可愛 或是什麼東西的 然後你會多吃奇異果 這個是由消費者的決定 對不對 如果交給政府決定 他就會幫你決定 多吃聯誤、少吃奇異果 那怎麼幫你決定呢 把奇異果課20%的關稅 不會這樣 你有什麼意思嗎 所以FDA在說 FDA在說 我們還是交由市場吧 交由消費者自己來決定吧 大家靠價錢、靠品質來決定 不要靠關稅 不要靠這種規則上的限制 不要靠說我們禁止他的同事 就要不能來競爭 所以我們把這都拿取消掉 由消費者、市場來決定 所以FDA的功能就在自由化 所以福貿是一個自由化的協定 第二個是 我們常常在講說 福貿是什麼不是什麼 福貿現在有人爭議說 福貿都會讓這個 都會讓這個 好像都是財團的獲利 一般的個體無小 老百姓沒有辦法獲得什麼利益 確實沒錯 FDA的受益者 絕對是有辦法從事貿易的 對嗎 我生產東西不能賣到國外去 那他有沒有關稅 跟我一點關稅 所以會受到FDA的受益對象 當然是以台灣來說 當然是有能力出口的廠商 對嗎 服務貿易也是一樣 有能力去別的地方提供服務的 譬如說透過投資的業者 才會因此的受益 FDA的本質本來就是這個問題 認為FDA不是社會救助機制 它不會說千萬一個FDA 所有人都變有錢 這不是FDA的功能 FDA的功能是要擴大 或是至少確保贏者圈 我們的廠商贏者圈的戰戶 也就是說 已經去投資的人 我們幫他爭取更好的權力 還沒有去有 但一去有人 我們讓他可以更愛心去投資 這就是FDA的功能 那你說為什麼要幫這些贏家 其實所有的事情各位 在社會上都是還還相後 老闆要賺錢才能夠發薪水 老闆要多賺錢才能夠加薪水 當然各位會說 老闆賺錢也沒有加薪水 你知道嗎 可是經濟學的基本邏輯在這裡 這些所有事情都是還還相後 我們說這些人賺錢有沒有匯回來 沒有研究說 我有聽到很多政法相反 說有人賺錢都不會回來 我也看到很多證據說 他們不但在那邊賺錢投資 他們也要隔來台灣投資 譬如說頂星期 或說其他各種各位可以想像的道理 所以這個東西 不管他怎麼樣 FDA的功能就是達到這個效能 第三個是 FDA不是要稍微幫助偷光衣服 我們有FDA說不然 來我們跟美國簽FDA 我們說的體制都變成美國一樣 這不是就 如果美國是最高標準的自由化 對不對 那照理來說美國跟人家簽錢 說來來來 我的法律是這樣寫 我的關稅是這樣 我的那個看法範圍是這樣 你就台灣照抄一次 然後說你要不要接收 OK FDA當然可以談到這樣 但是全世界沒有FDA是這樣 通常都是在 雙方可以接收的範圍裡面 去做出承諾 這個項目我覺得我可以 我有點困難 但是我願意接收 那我就開放 所以關鍵是 它總是在一個合理的範圍裡 雙方接收 更重要的是 它是一個經貿協定 它絕對不會把中國變成美國 它沒有辦法發揮這樣的功能 所以我們常常說 譬如說出版業講說 中國怎麼都開那麼少 只開印刷不開出版 我們應該要去爭取 我們都開了印刷跟出版 它怎麼都開了 它敢開 它當然不會把槍桿子開給你們 對吧 它會開印刷機給更多 當然不會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要靠福報說 對不起 你這個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的 這個思維是錯的 不要害怕印刷機 要更開放 我們當然可以跟它說這樣 可是 不是透過福報的協議 去跟它說這種講 這種價值的傳輸 可能要靠我們相據 可能要靠其他的方式灌輸它 可能要到陸生來的 我們交朋友說要影響它 可是不是靠福報系 好 所以這是福報 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好的下一個 我看我四十分鐘講不完 我要進化 繼續 那談判的時候 鄭瑞宇老師說 Stickless 說 任何的協議必須要基於三個 對等 對不起 他說要對等 所以他說兩岸條文不對等 經濟規模不對等 環境自由環境不對等 那我反過來想會說 S教授的意思真的是 必須要 所有的條文都一定要對等 所有的經濟規模都要對等 所有的自由環境都要對等嗎 如果都要符合這三個條件 各位可以想一下 我們可以跟SHMTA 不能跟SHMTA 我們看經濟規模對等 我們不能跟比我們大的 對不對 那我們應該跟比我們小的 我們跟比我們小的 那又不對等 對不對 我們大不怕小的 所以我們只能跟 跟我們一樣大的國家 大家去CIA那個 CIA網友網站 介紹全世界國家 去找找看 跟台灣差不多 經濟規模差不多大的國家 大概就是我們前後級 不會有美國的 不會有歐盟 可是很不巧 美國跟網友是我們最大的出口市場 如果要問經濟規模 美國的經濟規模 可能是中國的四倍到十倍 看什麼計算 那我回來問 那我們可不可以跟美國前一提 美國的企業才是真的 買一片全世界的 什麼行業都有 從外套到保險公司 從我們的核電廠裡面的 所有的反應 到我們的戰鬥機 到所有的 都是美國 那我剛剛跟大家講 這個 自由環境不對的 所以 我們要考慮到說 它這個環境 是不是自由 各位 各位有社會經驗就知道 我們在談環境不自由的時候 如果 有厲害的商人 會想到說 因為它不自由 一定會有 有水可賺 對吧 所有有限制的市場 就會有黑市出現 所有高風險的地方 也代表有高利潤 所以一個 譬如說 越南 越南是不自由 我也不知道 看你跟誰比 越南跟自己比 現在比較自由 越南跟台灣比 都自由 台灣跟美國比 是不自由 我也不知道 我要講的是說 可是從青春的角度來看 我們真的要去評斷 它的政治 是不自由嗎 它的整個經營環境 是不自由嗎 這是應該由政府來做的事 還是應該由 投資人自己去評判的事情 所以 我其實要講的是 這些其實在幫助的 FTA要幫忙的 就是 我們給業者一個 至少公平的環境 最好是有更好的環境 可是 這不代表你去投資經營的時候 會沒有風險 這不代表說 這個你去 這個 所有的海外市場經營都會一本萬利 一定保證賺錢 政府的角色從來 我們不要說政府 大家不喜歡政府 我們說公共政策 群體的意義的角色 從來都不是要去扶植 或是保證每個業者一定會賺到錢 所以 FTA能做到的就是說 它提供這樣的環境 至於說你在這個環境裡是賺得 沒有 我覺得那不是公共政策 可以做 或去保證的事 也不是公共政策 需要去處理的事情 那是個別的 這個 所有我們每一個人 自己要做的決定 慢慢想 我看這個 好 這裡有一條 配款 第四條 非常繞舌 不好讀 但是 我有光筆嗎 沒有光筆 沒有光筆 我們看這個中文賀永宏 他說 中文一 上面講說 雙方要公平的合理的對待對方的服務體工程 就是業者 不可以有差別待遇 更重要是 不可以給對方的待遇低於你對自己的待遇 這在東達的記憶書也叫做國民待遇原則 就是你要把對方的業者當成你的國民來對待 好 可是第二條出現 很特別 他說 可是 他說 可是啊 這個國民待遇是原則 沒錯 可是它不適用於現有的不符合措施 所謂現有不符合措施 就是如果 台灣現在有一些措施是不符合國民待遇的 意思就是說 我們對中國是比較差的 對我們自己業者是比較好的 這時候 只要它是現存的 那這個措施可以繼續做 只不過呢 你未來要總部的來減少或消除 那各位猜 兩岸裡面誰比較多這種 誰會比較需要這個第二項 第二項 是我們還是中國 您經驗想想哪 各位覺得嗎 這條 我換問問吧 各位 這一條 是我們想要還是中國想要 有一些教授說 這一條是中國要的 因為它要保留很多所謂的潛規則 OK 但是這一條實際上 是台灣 那個叫什麼 打過頭 我留了不知道多少學才爭取來的 因為中國不願意寫這一條 而我們拼死命一定要這一條 這是我們要的 為什麼 各位看內容 現有的不符合措施 我們現有什麼不符合措施 我們禁止 我們讓它來投資這個 營造場的時候 持股只能12% 我們讓它投資這個 第二類電信的時候 持股只能50% 我舉這兩個例子 我們營造場 對全世界其他的資金 都允許百分之百的持股 任何國家都給不支 就是只有中國只能持股12% 這個就是所謂的 現有的不符措施 我們第二類電信對全世界的業者 都允許獨自經營 就是百分之百15% 唯獨只有中國的業者 持股上街市找一隻入市 這個就是所謂的不符措施 中國很厲害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去看它的法規 全部都符了WTO 跟這個承諾規定 你找不出任何一條 是跟它的承諾不符的 它真正厲害的地方 是就開大門關小的 各位都聽過 表面上絕不符合 實際上你要去拿執照 你要去身體的批 這個批這個批的 都批不下來 不然就給你很多的刁斷 我只是舉這件事來說 其實這個條文裡 還有很多報告 大家有空的時候 我猜大家有空也不會想看 做點有趣的事吧 但是無聊的時候 或是要交報告的時候 可以去看一下 這些寫意的內容 下一位 這給大家參考 我只要講說各位 好這稍微解釋一下 這是東協 日本在東協捐助的一個智庫 叫做ERIA 叫做Estation Racer 反正就是ERA 它的網站Google 找得到 它在5月的時候 出了一個評估報告 評估什麼呢 評估東協跟中國的FTA 裡面的服務業的開放程度 OK 這個報告在網上全文都可以 全文都可以下載 好 好 那 這個1到 對不起 漏掉 這是被我解釋掉 這個1到11 就是代表什麼 行業別 我要請各位看的是 這個黑光光 其實它不是紅光光 打出來不知道會變黑的 這是中國的開放程度 當數字越小 代表它開放越少 我們來看2是什麼 叫做通訊服務業 中國在這個FTA裡面承諾是什麼 0 沒有任何 額外開放 好 譬如說明 這個叫WGATS Plus 我們就把理解成WTO Plus 就是說 大家在WTO不是都有一個承諾嗎 在FTA之下 你一定要加碼 要進一步自由化 好 那這個0的意思是說 它在這個FTA下面沒有任何 進一步自由化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個0 這是3 3是什麼 3是建築 construction 各位看到嗎 在03的下面 中國開放程度 0 沒有任何的 國外開放 我們再來找下一個0 08是什麼 醫療服務業 中國 0 09 觀光服務業 中國 0 然後07是什麼 07是金融服務業 0.04一點點為福的開放 對啊 所以我只是用這個表來說 我們在福茂裡面到底爭取到什麼 因為現在很多的醫生認為說 那個中國開放程度 離台灣還多多 還差多遠 他好像開了 就算他好像做了很多國外開放 可是 離台灣實際的開放程度還有差距 就是 中國很努力了 才達到了50分 可是台灣現狀就已經80分了 應該要教中國把它拉到80分 可是我剛剛已經跟各位講了 FTA從來就不是要大家看著相見 全部變得一樣 對吧 是在他容忍的範圍裡面 在開放 那回來看這裡 這就意思就是說 其實中國在其他FTA裡面 這個FTA 我現在給大家看的數字是2011年才剛剛完成的 最新數字 就是這個FTA是2011年才簽 中國在絕大部分的行業 各位可以看到 都沒有做任何的承諾 所以這個只是一個裝飾用FTA 別人哥來說 假的 因為這個FTA裡面還有貨品 他們只關心貨品 還不關心努力 沒有任何開放 那我們咧 在兩岸福帽裡面 每一個獨搞換成的數字 就是我拆透了0.8到0.5到0.8 九千的數字 對我們來到這裡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不要覺得說 這個80項 陸方給我們的優惠 是很稀鬆平常的 我只要告訴各位 其實一點都不稀鬆平常 事實上我會給各位看 他從來 從香港算 他從來沒有在任何其他體驗裡面 做過這個開放 所以他是很明顯的在讓利 OK 讓利 巧克力送來了 裡面有沒有包毒藥 我不知道 但是這個巧克力藥要吃 這個等一下我們可以再記憶 所以這個只是要告訴大家 這個80項 是全世界都沒有的 我就是舉了這個FTA的例子 東協中華TN的例子來說 事實上他在這裡面 幾乎沒有開放任何的服務 麻煩下來 這些我們就麻煩下來 我們直接看下一個 再下一個 那我不清楚 好 簡單的歸納談判結果 我們台灣看來又是四項 全部都是正常化項目 各位知道正常化項目是甚麼意思嗎 就是把中國當成一個正常國家 應該說正常WTO會員 過去我把它當成一個智障的WTO 意思是他是不正常的 所以我在13年前加入WTO 原則上都要對他開放的項目 我們一項都沒有給他開放 服務業 所以我們現在對他開的這64項服務業 其實從WTO的人來看 全部都是在補課 你13年前就應該要開放的項目 你多了13年開 這也是中國看我們的態度 的角度 他會說 你說甚麼64項一直吃我們 都我們說好像也開了很多 只是仔細看裡面沒有一項 都是13年你都應該要開放 好 無論如何 可是換另外一個角度 各位知道 我們已經開放了三波的入制來台了嗎 各位應該知道吧 所謂開放入制來台 就是所謂正常化項目 所以簡單的說 我們這次開放64項 如果沒有服務協議 這64項慢慢的也還是會開放入制來台灣經營 為什麼 因為它是正常化效果 它是本來我們就應該要開放的效果 所以 為什麼這些長官們 一開始以為服務簽出來 大家會舉薄翻騰 現在變成舉薄化染 這一個很重要原因 就是他們覺得 嘿我拿這個64個 本來我就要慢慢開給他的項目 換來了80個 其他人從來都沒有拿到的項目 難道不是應該要舉薄翻騰嗎 所以從這個角度 這可能是第一個 我去理解為什麼 這個 他除了其他的一些限制 剛剛我們講到限制之外 這是第二個 他覺得服務協議有太多公共人 太多這個 應該是舉薄翻騰的意味 無論如何 我們給他開的全部都是比照外資的概念 也不是64項 麻煩我們回上一項 我們64項裡面 只有 還有20幾項是低於外資的概念 這個太細了 再回到下一項 不管怎麼樣 假設我們64項有50項 都是比照外資的 意思就是說 其他的外資能獲得什麼樣的禁物單位 入資就會獲得同樣的單位 可是 中國給人我們怎麼開放的程度呢 80項超越外資的待遇 就是這80項裡面的待遇 是其他所有外資都感到的 也就是都沒有辦法取得的 譬如說醫院 中國現在原則上限制 外資經營醫院支部值的50% 在某一些特定的審視直下室可以到70% 那在這次的福茂 早收起已經有了 福茂裡面允許 排商 排資可以百分之百的獨資經營醫院 而且他的這個經營的範圍是包含了所有的審視都市跟屋的直下室 加起來大概有約30% 那這一些 我只是舉這個例子 是日本人很臉紅 可是他到今天沒有辦法拿到優惠 為什麼我說日本很臉紅 因為兩岸福茂簽了隔天日本的經濟新聞 就是他們現在最權威的經濟報名 就是一個標題就是說 福茂下面台灣拿到了營造、金融、醫療三個優惠 這是標題啦 內容當然有想到其他人 意思就是說 其實從日本的角度 他覺得是他在中國最大的商機 而且他覺得是他最有興趣的行業 台灣拿到了這三項優惠 各位知道中國 日本跟韓國的營造 現在在中國競爭的非常激烈 很多的槓的項目都是這幾個 這兩個國家 台灣現在基本上有一定的開始 那是非常地小 不管怎麼樣 所以這個是談判結果 客觀的來說他就是這樣 意思就是說 也許你會覺得說 我們給陸資等同外資的待遇都已經受不了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討論這種價值 還有其他問題 可是就客觀歸納起來 兩岸福茂協的內容 我們得到是這樣的結果 OK 那 就是因為我方是 覺得本來就是要補課給他 所以覺得說 當初覺得說 我覺得啦 我猜測 從來沒有人 現在我此時此刻也不好意思問他說 你為什麼當初沒有停庫啊 為什麼要到後來才停庫啊 事情過了我們再回來問他 現在太傷感情了 但是我們從那個角度看可以理解 就是說其實他都是屬於 入資正常化 就是入資開放項目 把它放在一起 然後放在裡面 灌水而已 我為什麼講灌水 就是其實我們開的六十四項 根本就不算FD的項目 理論上 從一般正常FD的角度來看 我們一項都沒有開放 因為就是零啊 我們沒有所謂額外開放 我們都是等頭外資嘛 所以這六十四項是萬歲 所以如果要說不對等的結果 其實中國也在抱怨很多啊 說怎麼彈出一個這麼上學無國的這個 從他的角度他也覺得只是上學無國啊 他開了八十項 台灣一項都沒開 只拿到一些所謂正常的一項 這些正常的話 叫做沒有服務 台灣正常要開 按照台灣的結論 所以這個是一個不同的角度來看 那服務的結果到底是什麼 服務在下一項 這些我就給各位參考了 這個其實在那個FD 我站上都有 就是在比較這個開放的內容 像這個旅行社 旅行社我方承諾就是下面 我方承諾說他可以來三家 就一共就是三家 然後他可以經營那個所謂的 國民旅遊 他不能經營台灣出國的 他也不能接待陸客來台 但是之前有好多的 我都好像覺得說 這個陸資旅行社 這三家陸資旅行社 是可以來接所謂陸客來台的旅遊 事實上這裡顯得很清楚 陸資的三家旅行社 是不可以接陸客來台的旅遊 可是當然這個問題並沒有解決 我們現在說的一條樓的問題 就是他從上遊的旅行社到遊覽車到衣品店到餐廳到飯店 全部都一條樓 各位一條樓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很容易陷入就是反正中國都是壞蛋 然後一條樓真的是糟糕 一條樓的問題是什麼 一條問題是說台灣人賺的不夠 還是有安全嗎 安全的問題嗎 還是有什麼 這個我留給各位去講一下 事實上在台灣搞官方一條樓的那個始祖 不是中國是日本 日本的最大旅遊公司TALC 早就在台灣一條樓 從他住了飯店 從他坐遊覽車 從他灌了這個衣品店 各位知道 等下請改革人 這中國的一條樓也不是只有在台灣人 全世界各地中國都是搞一條樓 所以一條樓是問題 但是一條樓到底它影響是什麼 是 我只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在看福報的時候 我覺得要有一個更深層的思想 一條樓如果沒有影響到安全 那它可能就是說我們台灣人賺的不夠多 那我們想辦法來解決多參選一點 Anyway 下一件事請問 醫療服務 這是我剛才講 對不起 二十二個省委診室跟四個人只想吃 那我們該放物資什麼呢 我們該放物資說來這邊 來設立非盈利的財團法人 這些全部都是比照外資 所以他來台灣 按照我們現行規定 那個不叫投資 這叫做捐贈 各位知道捐給財團法人 那個錢是再拿不回來的 當然啦 當然啦 台塑醫院這麼大 也是一個財團法人 對不對 那台塑有沒有賺到錢 當然有 可是不是從醫院的營收賺到 是他透過各種方式的外包 營建工程 清理 讓錢可以回到原來的捐贈 可是那個 按規定的話 財團法人的 沒有拿台灣資格的人 而且現在大陸人 不可以拿台灣的資格 意思是說這三分之一 又要是台灣人 那這個到底有沒有可怕的地方 我請到大家先 我們都不喜歡中國人 我不知道 我不能代表你們 說不定你便要很喜歡 好對不起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他們到底是怎麼樣的可怕 這其實是我今天最後一個要想的 就是 如果是有經濟安全問題 我覺得我們要小心 如果沒有經濟安全問題 只是單純你喜不喜歡 那這個大聲宣幻 我前幾個禮拜去阿里塞有沒有 各位知道阿里塞在路客是不過夜的 他們就是室內感到山 三點就下山 不在上面 他們沒有看過日出 只看過神物 現在不叫神物叫巨物 可是他們宣華程度就是到什麼程度呢 十點鐘你去森林遊樂區 走到那個巨物區 隔了好 譬如說一搭遍森林 你就感覺這森林後面有一個夜市 早上十點 因為你已經聽到非常熱鬧的人 在樹林後面 你走過去發現有很多路客已經到了 OK 我們不喜歡 假設啦 我不喜歡 可是 除了不喜歡以外 還有什麼樣子 情趣或是判斷 我們需要再考量 這個是留給自己 大家來思考 好 這個都跳過 這個 同一邊給各位參考 這個也是現行規 就是大陸人 到底可不可以來搶我們的生意 大陸人到底可不可以來搶我們的生意 按照現行規定 投資六百萬 最低門港是六百萬喔 所以之前 好啦 我不批判了 我就說 大陸人有沒有可能投資六百萬來開一個賣麵的攤子 我不知道啦 第一做賣麵攤只要二十萬三十萬就可以做了 投資六百 各位想像 投資六百萬開麵攤 那他應該做的是至少要接近太空那樣的等級 那他要不要請台灣的員工 各位知道最有名的俏江蘭 在台灣投資嗎 他有五個陸籍彈戶 就是經理啊 什麼 有五個 可是各位知道俏江蘭請了多少個台籍的員工嗎 下一位好像有五十個吧 九倍 陸籍彈戶跟台籍員工 下面有 六個人中國籍經理跟紀錄人員 然後五十四位台籍員工 這就是服務業另外一個特徵 今天要講的東西才太多了 對不起我來跳完 我們再跳 各位先提告出中國 我們再來講服務業 這個觀念請各位一定要有 服務業跟貨品貿易有一個非常大的差別 當我在談貨品貿易有一個時候 我的手機是HTC 對它已經快要不行了 我要換一支手機 如果我買了三星 我可能就不會買HTC 我買了HTC 我就不會買iPhone 所以貨品跟貨品之間在很多情形下 是替代的關係 就是有HTC 就沒有iPhone 因此今天少賣一支HTC 對不起 人家多買了一支iPhone 意味著就少買了HTC 這是貨品貿易 可是服務貿易呢 什麼叫服務貿易 我們說一個保險公司要怎麼 美國保險公司要怎麼提供它的服務 它來台灣設立一個具體 成立一個保險公司 它裡面會提供多少個就業機會 我們說150 這150個是美國人還是台灣人 當然是台灣人 大家都說麥當勞 麥當勞 各位有看過洋人在服務你 請問你不要點什麼嗎 沒有 可是他是一個服務貿易 因為他的老闆是外國人 他把資金放到台灣來投資 他賺了台灣錢 沒有錯 不能否認 他當然賺台灣人錢 OK 可是 第一個 他做到了台灣人的就業 第二個 他可能把整個保險市場都擴大 每一個人都 每一家保險公司都獲得更多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 假設他排輯到有一個人 他可能排輯到是國泰 或是星光人獸 OK 所以我們反對這個開放 假設 你是從星光人獸老闆的角度 還是從一個受戶員工的角度 如果是星光的老闆角度 你可能要反對這樣的開放 可是如果你從一個就業增加機會 就是我是一個勞工的角度來看 你可能要再想一想 你真的是要反對的嗎 所以這個是 服務貿易跟貨品貿易最大的不同 貨品貿易跟外國人少買一次HTC 多買一次Sansung 我們的老闆就少 需要 訂單就變少 所以他就要放五星價 他就會影響我們的權利 可是服務貿易不是 服務貿易是他要來這邊投資 他會創造我們的合遇 這是正常的情形 那我們再把中國放回來吧 那請各位先暫時的把它拿掉 好 中國老闆來了 開了一個公司 請了54個台灣員工 我們不喜歡這樣經過 是不喜歡老闆是中國人 還是覺得這裡有一個政治威脅 還是有經濟安全威脅 還是單純的 我不喜歡的老闆是從公司 這個我覺得大家要想清楚 對想找工作 沒有找到工作的人來說 他可能不會摘一發老闆之事 對 現在已經有工作想要更好工作的人 我不是老闆在裡 昨天還是前天只有實況講說 有一個重要的理事長說 嘿大陸人來 我們現在薪資三萬五 大陸人來用七萬塊挖薪耶 挖腳耶 我心裡想說那有什麼不好嗎 大陸老闆用七萬塊挖各位 你現在薪資三萬五 那個問題在哪裡 對那個理事長老闆來說 我覺得威脅很大 可是對員工來說 我本來三五現在變七萬塊 是威脅還是變生活變化 我不知道 這個交給各位去判斷 如果我可以選擇 我當然不會選擇 中國人做我的老闆 可是各位知道很多時候 投資 你根本不知道你的老闆是誰 他根本不會自己來 老闆怎麼會自己來 從總經理董事長到下面員工 全部都是台灣人 賺了錢會回去中國而已 我這樣講 各位可能覺得心同用力救 賺了錢要會回中國 那這不就是世界開放結果 所以我們要再深層想 錢會回中國跟錢會回美國 到底想要來說差別還是什麼 來 麻煩我們就快一點 這個跳過了 各位參考 有一點來 麻煩跳回去 有一點很重要 我們現在 我們剛剛不是說那個 翹翹南來了六個陸籍幹部嗎 可是各位看 我們的幹部實際上有規定 經理人專家呢 他的工作真是一年一省 而且延簽的條件有一個是 前一年的營業額要達一千萬台幣 這個專家或是經理人才可以獲得延簽 什麼樣的服務業可以賺到一千萬台幣的營業額 可能不是我們在路邊看到這些 可能是規模比較大的 各位知道 也有業者說 哇他們的那個什麼董東菜啊 什麼什麼都會入侵台灣 各位 可不可以舉幾個例子 是大陸的 大陸餐廳已經開放四年了 可不可以說出來說俏江的 還有另外一家 還有一個像炭魚頭 我先建議 如果各位有聽過 我參大陸餐廳沒聽過 炭魚頭是不是已經倒掉了 對不起喔 炭魚頭是大陸來 然後倒掉收一收回去了 還有一家在狗園 我不能叫什麼飯 叫做什麼 什麼漁村的 什麼茶莊的 Anyway 你們都沒聽過嗎 為什麼 沒有給你們思考 到底他是有威脅還是 他真的很不行 我不曉得 這個真的很多時候見仁見智 那我要講說其實說實話 有這樣的一個老闆 溫哥華是比較好的地方 台灣這麼多人歧視他 討厭他 把我們大法每天撲上去做台灣 拋棄的黨政 然後媒體言論上各種各樣的批判 這個很不舒服 所以中文來說台灣是很不舒服的環境 一刻不要久留 很威脅 越南部越威脅 都不敢去外國 外國都不敢開口 發發被發現 他們導流在出團的時候 兩個叮嚀嘛 第一個 千萬不要破法人大法 上回去前趕快檢查 行李有沒有被夾帶什麼 強射什麼 第二個 越往南部走 就越不 最好不要開口 如果要開口 也不能談政治 叮嚀完畢才上飛行來台灣 好 大老闆除了他比有用心 還有其他什麼用心 否則如果各位 我手上有一兩百萬明星 我為什麼要來台灣 競爭那麼激烈 然後大家這麼討厭大陸人 然後各個地方各種歧視 所以有時候我們沒有想到 這一層的問題 我們日本朋友告訴我們 他們也不喜歡去中國 會不會去中國旅遊過嗎 電視打開 有八台有三台 有四台在抗日 哇六十年還在殺日本人 我們看起來好像很合理 但是日本人看過 轉一台殺日本人 那台日本鬼子又是超級大壞的 他覺得很可怕 這個國家好像對日本人 仇恨還是很深 他覺得他很不舒服 我們不是日本人 我當然不會講感受 同樣我們不是中國人 我們也沒有感受到這些問題 好 我其實要講就是 各位可以想 就是說如果有一兩百萬明星 我是來台灣還是去過德華 還是去 當然他全世界都很多人不行 但是台灣還是最不行 他來申請簽證什麼 全部都是各種各樣的 好 麻煩下一頁 好 很快的 最後 這不能講最後 麻煩下一頁 我把它歸納出來說 我們現在對符號 不管喜歡不喜歡的正義 其實從我們剛才幾個大選 到現在大有五個很重要的點 而且都是問號 第一個就是說 兩岸關係 跟我們要不要 跟我們要不要加入TPP 或者是東協加六 到底有什麼關係 換句話說 我們這樣其實還是幾年 四年前的話題 到底是從台灣走向中國 還是從中國走 對不起 從中國走向世界 還是從世界走向中國 第二個就是 福茂協 對台灣到底是畢 第三個是透明化的問題 他確實非常透明 我每次看到一下 現在台灣對外洽簽 經貿協議跟協定的標準作業程序 就是黑箱作業 台紐 台新的黑箱程度 跟福茂一樣 但是沒有人在意 他會黑 黑就黑吧 可是兩岸就不能黑 可是不管是哪個協議 其實黑箱都是錯的 所以這一點 我覺得不管是哪個角度看 都有問題 然後受影響 會不會有人受影響 然後他的因應付导是什麼 回來我剛才跟各位報告 福茂跟貨貌 一個最大的差異 那我等一下想請各位一件 到底福茂裡面誰會受害 他是什麼樣情況下會受害 是老闆受害還是員工受害 這個我覺得大家可以再想一次 第五個 我覺得也是需要去修正的 就是安全的問題 我覺得 從我個人的角度 我覺得福茂最後全部的爭疊 我對陸資的擔心 拋開個人的信號 其實一切一切都是安全問題 我們不怕基於市場 這個考量經濟的考量來投資的 他應該很快就像產業都一樣的虛擬 可是我很怕的是 他是別有用心的投資 他要來這裡了解你市場 掌握你的人脈 收集你的情報 那種我覺得 才是我們真的要擔心的 如果他真的要來競爭的 真的是沒有 我們業者沒有在他 但是如果他是有用心的 他是別有居心的 我覺得我們要擔心 所以這大概是幾個 真實點 我大概有幾個 每個都有一千 頭一邊 我快的走一下 第一個 區域長 我們說 簽了這卡 就會有更廣闊的國際空間 到底有沒有 我留給各位評論 因為我們只有簽了兩個 FTA 在一把之後 一個是跟紐西蘭 一個是跟新加坡 新加坡還沒有正式宣布 但是已經差不多了 這兩個國家都很小 新加坡700萬 紐西蘭人都會知道多少人嗎 四百萬 有些人 不過他的深處有家計一億 羊跟牛跟什麼 全部加在一起 人口是只有四百萬 好 所以我們只跟了兩個小小的國家 可是當然新加坡在我們的貿易項 蠻高的 接近5 我們跟新加坡的步驟是比較多 好 那所以 FTA到底有沒有助於我們 跟國際融入這個所謂區域整合 現在有兩個國家 本來會不會下一個 比較觀察 可是反過來講 沒有Hack法的話 會不會是台信韓國的都沒有 如果你問我會告訴你 絕對沒有 因為紐西蘭跟新加坡人 都跟我們講過 他說你不要介意 我們都問過北京 紐西蘭 新加坡沒有明白 學者告訴我 新加坡人真的是蠻Chinese的 很多做事的通過是非常華人 紐西蘭是白人 所以講話也比較直接 就跟我們講說 你不要介意我 我問過北京 新加坡人是跟我們打一個比喻 所以你們回想 新加坡是如果同意 對你學務要簽的題目 在他們總統從北京訪問回來的合中 他禮拜五回到新加坡 禮拜一宣布可以跟我簽 那個學者說 我拆我們總統去北京訪問的時候 應該有談的很廣泛的 以前應該有包含這個理解 所以我要講的是 我們可以假裝 我們怎麼會要 國際空間要北京決定咧 可是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其實這個很多時候 不是我們喜不喜歡問題 是我們的對手國 他在不在意的問題 如果他在意 我們也不能天真的說 沒有這不是存在 OK 好 第二個是 我們要不要加入東協加六 我覺得很重要 大家可能也都認懂 我們要加入東協 這16個國家的TN 可是裡面有一個會員 叫做中國 那東協加六有它的規則 基本上正常化就不談人 那是一定要準備好 還要繼續加碼開放 那各位回來想 我們在東協加六架構下 怎麼樣跟中國簽成都一樣 中國一定會跟我更少 因為他現在給我們的 他不願意要別的國家打電車 他是讓利給我們的對不對 他幹嘛讓利給的 這個利尼、澳洲、馬來西亞 他當然不願意 所以他會開更少 台灣呢 一定會開更多 因為你好歹要把正常化到位 就是趕快丟承諾來落實 所以如果我們在東協下面 一個很可能 很可能的結果就是 中國大陸會開更少 台灣會開更多 那我們怎麼會接受 我們可以覺得 那邊還有15個國家 保護我們 幫我們維持 所以我們這樣不怕 還是 我們不能接受這樣的結果 覺得好像 欸那個現在不願 然後以後又吃 會吃更大 所以我剛剛講說 我們不能低著頭 只看福茂 福茂是台灣 國際關係的一部分 事實上會牽動到台灣 未來在這些場合 中國如果加入幾DP呢 美國現在一直在要求 邀請他加入 反正那不可能 但是有一天 還是有可能 我們要怎麼樣在TPP下面 那時候目前 這些 我怕都很快 我們會面臨這樣的挑戰 我們下一個 這個值 給大家 大家都很清楚啦 我們這是人間蒸發 各位看 大家玩來玩去 這個圈圈那個圈圈 都弄很多幾百 台灣在哪裡 不是因為字很小 是因為過沒有 我們沒有在這個地域 沒有人 目前為止沒有包含 這個是TPP嘛 大家都聽過了 東協 東協加三 東協加肉 現在的新名字叫做 RCEP 裡面有中國 有日本 有蘭國 有新加坡 就是沒有台灣 馬上下一 事實上這幾年 還有更多的發展 這個我想 下次有機會 我們來談一點 比較愉快的話 其實也沒有很愉快 但是 我們可以在 我們越來再談談所謂 區域整合對台灣的意義 但是那已經今天的這個 都會在下一步 各位 把歷史顯示說 這些事情怎麼越來越快 剛才我說 美國是這種事情 專家的專家 他傳承了七十八十年的經驗 所有的證據都顯示 當美國走 這個A 這條路走不通的時候 他就會去搞 B另外一個舞台 當這個B另外一個舞台 快成功的時候 他會牽動的 讓原來A走不通的路 變得順暢 從二、三十年前 WTO 談判不順暢 美國就去搞NAFTA 就是北美這個邏輯區 NAFTA 簽了之後 隔年WTO就成立了 好 美國跟韓國簽FTA之後 隔年 歐某就也要追著跟韓國簽FTA 美國弄了一個TPP之後 東協接著開始 從今年也要簽RCEP 就是東協加入 RCEP已經創意 就是討論了十年 從來沒有人把認證當過 也都吃過 今年 過去12月突然的 開始談了 還有這個 歐某現在要跟美國簽FTA 跟日本簽FTA 都是因為TPP的原因 所以我要講 美國很會有問題 它走到每一步 都不是只有這一步的意願 它的每一步 都會有很多其他聯動效率 對台灣也有後果這個問題 就是美油問題 美國為什麼先走美油 因為既然油可以 租就不能說弄 各位理解意思嗎 你會不會有什麼衝擊 各位台灣的國產牛 只能供應台灣市場需求 百分之十 百分之九十都是靠近 所以當初美油正義的時候 其實有兩個國家 是偷偷的笑 就是紐西蘭的靠中 希望美油時間 弄越久越好 美國人知道很清楚 牛肉開放對台灣沒有衝擊 因為台灣的國產牛 進口牛不是國產牛 對手 也不會影響到國產的原因 所以美牛 各位有沒有發現 美牛世界那種上街抗議的 是養豬協會 不是養牛協會 因為我們要討論 美國很有策略 先走牛 牛你同意的 當然怎麼可能說豬不行 當然啦 我們在下課 為美豬早就來了 是含瘦肉精的美豬 就會來 那我們可以不吃湯 事實上我們怕的 也不是美羅的豬肉 就是我們在家裡吃的豬肉 為什麼 因為豬肉的溫底豬 跟冷凍豬 差別太大 我們的養豬物 比較擔心的是 那個 冷凍的 就是那個 絞肉 因為絞肉說實話 做成像草 你哪裏說得出來 這是美羅的豬 還是台灣的豬 各位你別說 我怕 最重要的是內障 內障 內障在美國叫做雜碎 對吧 是放在寵物食品區裡 一個kg 裡面什麼肝 腎 腰子 全部放在一起 一大袋三公斤多少錢 那是除非苦吃的 來台灣是論騙賣的 那多 所以anyway 欸對不起 我們是在講亞大 讓我們講到兩句話 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要只是預測 區域整理只會越來越壞 絕對不會變賣 只會變壞 中國跟韓國聽說 他們要在2015年 就是兩年後 要完成現在的中韓的TA 以韓國過去先FTA的經驗 大概會滿階級 台灣下一步 我們就跳過 香港跟東協要先FTA 各位 香港跟東協要先FTA 香港跟東協要先FTA 那就會出現我剛才的問題 我們怎麼站在下面 跟中國 香港沒有這個問題 可是人家局已經做出來了 香港都可以加入 台灣當然可以 你敢嗎 台灣敢嗎 不敢的話 我們可以出路之產 放在下一步 好這個都給各位參考 就是說我們加入FTA 不是只是為了流行 所以它真的有影響 我看下一步就知道了 我們跟韓國 下一步 這麼有點不清楚 我們跟韓國出口到歐國的 產品裡面 40%是要被磕 2.5%到10%中間不等關稅 就是這一來 有40%的產品是磕 這樣子水平的關稅 就這麼巧 我們跟韓國幾乎要被磕 同樣關稅的那個比例都差不多 我們在歐洲幾乎是完全的替代關係 韓國加我們就減 而且我們最近 這幾年對郭盟出租開281產品 叫做HTC 當HTC銷路不好 我們出口就很顯著的衰退 那三送賣房 當然我們最愛國 台灣大概是HTC使用率最高的 對不對 三送在這邊紀錄是沒有什麼 可是各位去歐洲或是美國的時候 就會知道 iPhone跟Samsung才是市場出現 你以為我們今天也不是談產業結構 也可以再找誰來談產業結構 我要講的是 各位看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要磕關稅 40%的話 那韓國也要磕 韓國什麼時候要磕 2011年以前 2011年以後 就是兩年前開始 韓國付繳關稅 因為OFTA生效 所以韓國這40%的產品去貨桌 都不講關稅 我們要講 我們舉一個10%關稅的產品 各位這裡有產業經驗知道 你們慢慢長大 雖好大的世界一點 不快樂的話 長大一點點 由於產業經驗知道 我們要降低10%的成本 或者是說 我們要創造10%的額外價值 那是要花多大的力量 要花多久的時間才能達成 而韓國在邊境上 馬上就贏我10% 這個就是FTA可怕的地方 求關稅的效率 OK 下一個 但最重要是這個 來 預告一下 我會這樣回來 下一次我會跟各位講 FTA最可怕的是這條地方 不是關稅的 而是 體制革新的 體制革新的壓力 我只要舉一個例子 在每台FTA裡面 有一個條款 叫做喝咖啡條款 什麼意思呢 就是 他說韓國金管會 可以跟金融業者喝咖啡 他的正式名證 叫做非正式行政行 台灣也有 可是 喝完咖啡之後 你要把你喝咖啡的 談話內容 寫成一個memo 更重要的是 你要把這個書面 公布在你金管會的網站上 不會想 既然要叫做你 他怎麼喝啊 咖啡喝不下去了 而且被人家批評最厲害 包括本國業者的批評最厲害 就是 喝咖啡喝得無法無天 所謂無法無天 就是有法利益計 他喝 沒法利益計 他照樣喝 喝咖啡是最可怕的嗎 因為他否認 說對你講的一切 都是你自願遵守 是你業者的配合 不是我對你的要求 所以他沒有責任 可是你卻有義務要做這種事情 所以喝咖啡是金融裡面的 很厲害的一個監管方式 美國很清楚 看起來 韓國跟台灣一樣 喝咖啡喝得很瘦 那他怎麼辦 他沒有禁止你喝咖啡 但是他要有透明化 各位想像 如果台灣已經進透明化 好喝咖啡條款 誰會是最大受益者 我會說是台灣本國裔 是我們整個金融體系 不是美國裔 各位理解一次嗎 所以才說 通過FTA 雖然我可能被拨要求改革 可是最大受益者 是我們台灣自行 不是這次外省 所以我會覺得 這是加入FTA 最重要的價值處長 不是單純關稅 慢慢下一個 好快一點 就是利幣 這個剛才已經講過 我們現在去這個 中國投資的比例越來越高 服務業 從2007年的10% 已經成長到去年的27% 就是我們去中國投資 27% 是已經投資在服務業 為什麼要講這個數字 我常說 福帽到底是誰會送益 我會說 最直接的受益者 而且立即的受益者 就是這些已經去中國投資的台上 我是說投資在服務業的台上 因為他們過去有太多 只能做不能說的問題 我明明是獨資 但是我依賴你的規定 我必須要找幾個人 各位知道 中國經商是這樣的 他要搞 你所有的壞事 他都知道 要不要搞你看清新 對吧 他要你聽話 你不聽的時候 他就出手 你平常都很順手的時候 他就不管 真之言必之言 所以只能做不能說的問題 再說 你去太多把柄 摸得到什麼 你很高的不確定的行 麻煩下一個 好 這個逆幣就給各位參考 再下一個逆幣 對不起 我強調一個概念 市場開放跟實際投資 這是下一個明星的概念 是無關的 我們在承諾表面上 寫了洋洋洋洋洋 六七十項 可是跟他共過來的投資 是兩碼之事 否則為什麼我們每次說 我們市場這麼開放 可是外資全部都不來 各位理解意思 承諾表上寫的開放 那是文件上的開放 人家會不會來投資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可是我們現在很多討論 都說承諾表開放 就直接等於 他一定會大舉入侵 各位理解意思嗎 這個就是最大的一個差別 那他會不會大舉入侵 還有很多討論 麻煩我們就往下放 透明話我直接跳到 這裡有幾個表 各位參考 下一個 我們關要了一些其他國家的做法 現在看起來韓國是 最值得學習 下一個 就直接跳下一個 再下一個 好 再下一個 我們的透明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他國家先FTA的時候 事前一定要報備 要做產業證據 要爭取 要跟國會說明 更重要的是他要把這個 洽簽的推動計畫去公布在網路上 讓大家來評論 給意見 在談判過程裡面一定要跟社會說明 要跟不定期的跟國會報告 所以你們去看韓國的網站 現在Google被翻譯 雖然是韓文了 他變英文了 每一次談完之後 他都會發布一個新聞 說 中國跟韓國在 9月的2號跟3號 在北京舉行的第七回合談判 我們主要談的議題是什麼 我們碰到哪些障礙 我們下一回合 預計什麼時候舉行 各位浮望或者你 各位連我都不知道 談情緒 何況是大槍 完全沒有這些放回報告的通知 那最後怎麼審查 我覺得 我個人意見 就回到台灣憲政體制 如果這個審查協議是在立法院 那結果立法院決定要怎麼審查 如果這個立法院說不能 憲法說立法院不能審到立法院 如果憲法說立法院可以審到立法院 當然結果決定怎麼審 那當然有些國家 譬如說像美國跟歐盟 因為他前面透明化非常的開放 因此他最後審查的時候 就只能說yes or no 就是包國表決 可是是不是包國表決前提在 你前面這個準備階段 跟台灣階段都不夠透 如果你在國會深度參與 那當然最後就是用yes or no 可是如果你前面的這個透明化 是相對是比較有限的 那你到了最後 就不能要求立法院 只能包國表決 那當然可以有 無條審查的權利 所以這個都是配套 完全是看每個階段互相 彼此關係的第一樣 我們再下一步 好來 對社會說明 我舉個極端例子 各位這是中國商務部 它的FTA服務網 現在連中國 都已經有這麼先進的做法 各位去這個網站 會查到中國過去做的FTA 現在在跟誰簽 準備要跟誰談判 然後它有什麼樣的優惠 最近又有什麼新的發展 全部都在網絡上櫻目瞭然 所以 就透明化來說 我們真的 就這件事來說 中國還從我前面 那當然我們有很多苦衷 我下面一起講 好 經濟安全 我沒有很具體的建議 但是經濟安全 現在台灣經濟安全 這才是我覺得FTA最需要關注的問題 就是我們不怕 來台灣競爭的 這個大陸跟整個服務業 我不覺得台灣的競爭力 要屬任何大陸 各位去過大陸旅遊就知道了 那個服務業的層次是完全有兩個層次 而且 anyway 可是我們怕這種具有安全的威脅 安全的威脅其實要分成 事前事中跟事後三個階段的進行檢測 現在台灣制度只有集中在事前的審查 就是我們在陸制來申請來台的時候 我去審一下他有沒有什麼危險的問題 等等等等 可是呢 一旦他進入 他有可能 我們這個一般叫做Golden Sample 這個黃金樣本 對吧 我來申請的時候 哇一切都虎柔 我什麼都不會做 我只是來做生意 我很乖 然後實際設立據點之後 就開始看他本來想要做的事情 那在這個事中 你怎麼去監測檢測 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發現有問題的物資 你要怎麼叫他總開 厲害 那如果你會聘用你五六個台灣人 或是二十個台灣人 你叫這個物資撤資的時候 哇那會造成一些社會的問題 你覺得我插一下子 這個是目前沒有對不對 這兩個目前比較少 就是我們現在在事務上面 有事後審查跟事後非常容易 我們現在有事中監督 也有事後退廠 可是這些都是國安單位在做 沒有制度 所以我們不會知道 就是說我們大家外界是不會知道 就像我舉個例 我們都是隱約間間的了解到 是有這樣的制度 可是非常的隱晦 餐飲業 錄製餐飲業 它曾經有四家 還是五家的申請來投資 那有五家的申請投資 事實上最後只有核准了兩家 我們就有話 我們說那三家被拒絕的 是基於什麼原因 可是都找不到原因 我們會看到有一些入資申請 確實是被拒絕的 但是拒絕的理由是什麼 可是更關鍵的還是我要講 就是那兩家通過了 他會不會後來做這些居心不良的問題 現在是 但是比較少市中監督跟市中隊長 市中隊長也是非正式 就是他自己想辦法就把他趕走 用這種方式 可是不是制度型的 那所以我要講的是 經濟安全不限於入資 如果中國隊友有任何安全問題 他恐怕不會大搖大把 入資的身分進來 他早就有美資、日資、港資進來 所以經濟安全問題 不是只有入資而已 他應該是整體全面性的經濟安全 我們現在沒有這種正式的經濟安全局 我們有安全局 沒有經濟安全局 然後我們沒有法制化的依據 所以現在都是漢者來的 就算有 所以很多單位依法行政的情況下 他也不敢對入資作社 只要他沒違法 行政機關就不敢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我們才無網 要建構 那種無網的 不過網的功能的話 這一定 這個經濟安全的強化 可能會是最重要的 就是完建議題 好 下一項 要結束了 好 最後結論 那我們來看 我們現在對福茂這麼多爭議 我們倒是 就按現在接受了 重新談判 還是根本不要錢 我們基本上就歸到這三個結論 重談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重談是最困難的 重談是說要開更多 我們要開更少 是這樣的意思嗎 如果按現在很多意見 好像是這樣的意思 我覺得這個非常非常非常困難 比較有可能是去重談 可以 我們要人家開更多 對方就會說 那你要開多少 你要我開九十項 要開出百項 要開一抓 那你也六十四項 要放關到八十項 這樣才可以 對等 你們台灣不喜歡 我們讓利 常常在談判桌上 他就是會這樣說 你當然是愛讓你 還是不愛讓你 那你要我讓你 還是我不要我讓你 我們很矛盾 他媽很矛盾 很不好打理 是要他讓 我就不要他讓你 那重談 各位 要讓還是不要讓 我不知道 這樣給各位 讓了我也怕 不讓我也怕 那乾脆不要錢 那不要錢有什麼意思 第一個不要錢 那就是說 反正 那塊肥肉別人要 我們就算了 我們在那邊的業者 我們要不要幫忙 這個 更重要的是 我們就算不要中國了 那他對我們加入其他 這些經營整合 有什麼意義還在 是主力會變大 還是會變得更順暢 還是維持現狀 我個人覺得主力一定會變大 那 這是不是我們可以面對的說話 所以這些 每一件事情 這個事情最討人 也沒有一件事是順心的 每一件事都有好多的 利益得失 正凡的 這個價值存在 那我們必須要比較困難 很痛苦的 找一個 我覺得是比較重用的 平衡 一個單位 這應該是我 我講了應該有一個多小時 有 超過了 現在九點了 真是對不起 還好 沒人睡著 感謝 好 大家要點掌聲 謝謝 接下來就是 宮崎李存 她在搶劫手嗎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女士優先 因為剛剛 你們可不可以精靜一點 至少等個五秒 然後 一開始我把她六隻手 我們這裡就是非常熱情 我們照待別的方式就是發問她 對不對 好 我們能不能先請一下高理事長 能不能做一點點的comment 也不要太多 來 你們要不要到前面來講一下 到前面 到前面 好朋友 那那個 我們才龍哥在嗎 還好沒有過來 我想 基本上 我們跟中國 簽這麼多EKFA 最後簽這麼多EKFA 其實我覺得 為什麼 對中國特別敏感 而對 紐西蘭也好 對其他 都沒有那麼敏感 最主要原因 就衝擊大 這樣 這是最主要原因 但是我基本上是 反對 憲憲 原因很簡單 今天說 簽付貿協議 就表示說 我們台灣 把一部分的 業務 賺給中國 你說來 乾燦丁 吃飯的人就這麼多 你多了一家餐廳 你雖然創造了 五十多個人的 就業機會 但是 另外一個餐廳 生意就少了 所以不會 創造 就業機會 因為 服務的對象 就是一定的 所以不會創造 就業機會 所以 並沒有利多 但是 如果我們 犧牲一部分的 市場 讓給 中國人來做老闆 代替台灣 也許 這個犧牲不想當 那換來什麼 這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們說 剛剛說 換來了八十多項的 投資機會 換來了更多的利多 就是說 讓利更大 但是 中國是一個 不法治的國家 台商在中國 是沒有受到法律保護的 台灣政府 也保護不了 台商在大陸的安全 在這種情況之下 也許你讓利讓越多 你設下的陷阱就越多 台商將來 遭到 侵害的 就越深 所以 當你簽證的時候 也許我們要回顧一下過去 這些台商在中國 中小企業 被多多的 被搶取好幾的 好多的這些 太多了 因為媒體都大爆發 像我個人一樣 整個共產 把他們搬走 你一點辦法都沒有 國國違法 當然違法 搶劫啊 搶劫完了怎麼樣 沒事啊 一直到最近開始大的企業 被騷擾 大的企業 國台銀企業 整個洛克亞的部門 被搶走了 這不能做什麼 什麼也不能做啊 當然新官 跟你合作之前 就是 他沒有這個技術 所以他跟你合作 合作完了之後 他聊天一切情況的時候 他找人家 把你弄走 而且把你軟禁起來 然後比你要錢 當然媒體都高很大 最後暫時吐出來 最後還是被吃掉了 現在還是被吃掉了 對呀 因為新官推出 還不能全部推出 還大部分的自賣 還留在那邊 我來一點點 很高興 哎呀 我讓給你經營 這就是結局啊 當台商在中國的權益 合法權益都要保障 我覺得 越見會台商 越陷越深 所以這是我最主要 反對的一個原因 不講別的 我們講講去年 簽兩岸投保協議 這件事情 我們是反對 大台商也反對 但是不把我們出面 因為剛才通過 所以透過我們來 發表意見 告訴政府 不能簽這個 在簽之前 我們跟投保協議的 主堂人 經濟部的 投身會的 范秘書長 我說兩年前 我給你海基會 十三個案子 十三個案子 我能解決 沒有關係 給一個說法 但是十三個案子 君子不理 那我說 你簽完之後 兩岸投保協議 這十三個案子 你能解決幾個 那方 就是這樣 不敢答應 所有人解決幾個 所以主要說 我說你能不能解決一個 他也不敢承認 我能解決一個 那居然一個案子 都不能解決 這個投保協議 就是無效嘛 你就搞占不了 台商在中國的權益 這樣不簡單嘛 因為所有的案子 都是政府模式嘛 一個搶案 你都解決不了 那你看什麼 所以那個時候 是沒有錢的 政府的態度是決定不錢 所以去年6月20號 副總統 吳敦毅就說 簽得早 不如簽得好 就是婉轉的 把這個案子 往後延 可是他們離開 很少以前 剛剛說 我們應該不應該信政府 我實在是沒有信心去信任政府 主要 我們的政府的官員 對中國 太不了解 在簽兩岸投保協議 我們的官員就說 我們一定要爭取24小時 逮捕台商 一定要通知24小時通知 我說這什麼重要 24小時 48小時是什麼重要 這不是重要的事情 而是你逮捕台商之後 如果是浪土台商 你要懲罰官員 你要賠償台商 這個才重要吧 你應該把這個擺進去 結果沒有擺進去 一直要爭取24小時 對方完全拒絕 好 這個時候 單索總統說 簽得早 不如簽得好 就表示 我們政府的一場 是站在我們這邊 拒絕簽了 好啦 王毅 郭台湾主任 就開始 最後 王毅說 好了好了 20小時 給你24小時 好了 結果我們就簽了 我們爭取到2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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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不到一個月前 一個台商 一對夫婦 跟他們失蹤了 兒子一直在找找老 一直到處打聽 所以大概 一場段時間說 被拒絕 所以24小時不是要通知台商嗎 他根本就不遵循 你所簽的協議 所以簽歸簽 執行歸執行 所以你跟這樣的一個國家打交道 你怎麼可能有勝算 我根本認為不可能勝算 那我們再看 簽完這個投保協議 這五年來 這個ECFA 簽完之後 對台灣到底經濟上有什麼 幫助 協議解帝了嗎 新資高了嗎 都沒有 是越來越差了 尤其像符號學議 中華研究一定 說簽完這個之後 經濟成長率會提高 0.04% 這對台灣是好處 所以基本上好處 謝謝 接下來開放 第一的三個 三個 三個 然後 我們問題不要太多 就是一個人一個問題 一個人一個問題 然後不要 或是你做comment 都不要超過三分九 好不好 好 先來 大家好 我想請問說 就是如果這個 如果這個 我們寫一個台灣真的這麼好 那為什麼 就舉例來講 就是 原本八月一號 他有一種風情快下午 然後 他只有開放了 就是經過政黨 推薦的人 所以 我到了現場 但是我也不能頂去 然後那為什麼 就是 為什麼 就是中國 比如說他有台灣美金 那他不去 沃東華 不是不去非洲 投資不去東美洲 那為什麼他要 台灣 那 就是他 花這個錢 他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他要轉通 比如說他要轉通 然後地財業出版業 那他在社會產業跟國安 這部分他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除了經濟館 那我自己本身是做貿易的 那剛剛就是 林先生在那個就是 就是 就是 段片裡面 其實會有很多 民事跟暗示的部分 就是好像 會導入一種邏輯 就是反對 所以 簽福冒協議 好像就是 會讓台灣沒有辦法 進入 區域整合的區塊 但是 據在講 比如說我的 客人是 烏茲別特 那 烏茲別特是 有 中亞 我指一他有簽 上海 他在上海 經濟合作組織裡面 那 我要出口一個東西 那 我出口的東西 我是 美金一百塊 然後 但是 進去 被課關稅 然後賣給他們之後 要 要提單他們兩百塊 才能得到這個東西 但是 因為 就是因為 中國 就是因為那個 就是 這個協議的關係 所以 中國如果他同樣 也是賣一百塊好了 但是他只要 就是客人只要 一百五十塊 就可以拿到這個東西 那 難道說 台灣簽這個福冒協議 或者是 台灣跟 中國大陸有任何 就是 就是 如果跟 中國大陸就是 簽福冒協議法 那這跟台灣本身出口 有什麼關係嗎 我認為是沒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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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那個 剛才理事長 我知道理事長 之前公經過也提過理事長很多經驗 不過 可是我之前沒有聽過說 理事長一開始 為什麼會想要去中國 那我其實也很想問 為什麼還有那麼多台商出中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剛才一開始已經講了 就是 很多台商會認為 那是高風險 可是也是高報復 那也許這個觀念是錯的 但是 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些很多協議 很多的功能 到底是不是協議可以達成的 或是說 廠商是不是完全確認 就是零風險 或者外面來講 我們只去沒有風險的地方做生意 不要去高風險的地方做生意 那這個道理從 經營上 大家為什麼選擇 好 這個我覺得要 要思考一下 下一個就是 您提到 對 你說台 錄製為什麼來台 對 我其實要反過說 那你覺得 他是會來還是不會來 如果照這個判斷 看來是不會來吧 過去四年 來兩億多不到三億美金 錄製 那如果他不來的話 他之前的協議都還是有什麼好處 就是他為什麼需要就是 讓利給台灣 讓到這種程度 他為什麼好像要統一你啊 就是他的陽謀 他從來沒有否認這個 他就希望你覺得他很好嘛 你覺得他沒那麼差 沒理事長 希望就是說 像理事長這些 呃 不好的經驗 他希望這些東西 來把它cover 讓我們對中國有一個印象 所以你的 那個 我回應一下 你剛剛問我 先等一下 那個理存的看法 其實跟鄭秀琳老師 是不謀而合的啦 反正說 現在是說 他們是來試水溫的 如果你看到鄭秀琳老師這樣 他們現在這麼 為什麼在目前的 投資兩岸投資條例裡面 然後這裡面 為什麼他們來 沒有大局的入侵來 是因為他們來試水溫 所以這樣的讓利 所以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其實是說 呃 他對我們開那麼多 然後沒有跟我們要很多 或者說甚至以後 不來投資 就是因為他就是 他政治目的很明顯 他以為說是陰謀 他說是陰謀 他就是要給你好感 那你 那你覺得他對我們很好 就會來可以接受 兩岸逐漸投資的導力 這是他一廂情願的想法 那是我們會不會買單 那是我們的問題 可是現在我們都覺得說 中國只要做A 我們台灣就會接受 所以就會買單 就會被他統一 我們現在的邏輯是這樣子 好像把我們台灣想的 我個人覺得 把我們想的太單純 好 他有個會長的議員 我就會喜歡大家 我們喜歡大家 我就支持統一 所以你都走我的統一 是這樣子嗎 我回應一下 你剛剛問我的問題啊 我當初到中國投資 是完全對中國不了解 那個是1997年 是在這個之後 我2002年開始寫書 2003年開始成立協會 才報道負面 才剛剛才出來 而現在是 統派媒體幾乎是不報道 中國投資 從來不報道 任何時候還才這樣 直到大概兩億塊錢 突然報道 人家黑道 騷擾 在門口 那是集團內不報道 那不管 是這樣子 好 回答你第一位 你剛剛講的第二個問題 中國會不會來 當然會來 但是我想 真正來做生意的 平等式競爭的 不會太多 但是 它主要的 都是國營企業 所以這方面是帶有目的來的 絕對是大批的來的 而且 你剛剛講的是國安問題 事實上 現在有很多 我接觸的人 來影響我的人 這些人 是拿中國的薪資 所以 基本上面 就是做 做統戰工作的 台灣人 已經很多了 好 所以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談到說 烏茲別克 對不對 你聽說 烏茲別克跟中國沒有提 所以中國賣去 就是成本比較低 我們跟烏茲別克 跟他們提的 所以成本比較高 所以解決方法是 我們要跟烏茲別克 先來提 是不是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對吧 可是 回到兩岸 如果兩岸氣氛 你覺得烏茲別克 兩岸氣氛不好 烏茲別克 願不願意敢 不敢跟台灣親 我絕對不敢 我跟各位坦白講 喜不喜歡在各位 政治現實就是 烏茲別克不敢 也不會願意 他何必付那麼大的代價 他就跟韓國日本簽就好 幹嘛來影響 跟台灣簽來 有影響 人老闆的最大貓 人老闆做過 好 那 所以回來 就是你剛剛問的問題 如果兩岸 我覺得兩岸交換 這個問題就不會結束 韓國可能跟烏茲別克 日本可能跟烏茲別克 不是台灣別克 所以 所以 剛才說兩岸協議 對台灣外貿有什麼關係 關心 就是處置在這裡 他跟兩岸協議 本身也沒關係 這 不過 這樣 不簽兩岸 就是 兩岸協議的話 兩岸關係會講話 這個大家應該可以想像 就兩岸 你不喜歡他嘛 你會擺贏了 就是兩岸走不下去 我們彼此經貿都沒正常 他怎麼會 結果我們 換一個問題問 換一個問題問 因為我覺得 如果按照我們這樣講下去 會 會有點亂 就是比方 我們現在 比如說 現在的條件下 是我們沒有 經濟安全 經濟安全 不夠健全 也包含剛剛 高理事長講 說他們進來的 來 就是會是國一 企業 國有資本 那他們的養偶已經那麼清楚了 那這時候 我們要不要簽 服務貿易協議 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什麼 正面的補救方式來去 比如說 我們要想透過中國的關係 變好去跟其他國家簽 FTA 可是 我們明明知道這個 服務貿易協議 是不足以完全來保障我們 尤其在我們沒有 經濟安全網 建立的情況下 那你有沒有什麼 其他的一些想法跟建立 或者說 可能要倡議的方向 就不是現在這種 對立的方向 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所以你應該有一個 這樣的看法在 我剛才講說 我覺得最重要 就是我的最後一頁 就是安全問題 就像剛才理事長提到 就是說 很多物資來台 恐怕都是 別有於居心的路子 那當然別有於居心 可能分了很多種 像現在這個 中國銀行在台灣 有三家分行 他們當然別有居心 他們的居心是 可以合乎商業 可以合理的商業 他說他們要接近 他們在中國大陸的 客戶的大老闆 譬如說他要放條給鴻海 鴻海老闆跟台灣 所以他來講 他可以拉樓 商業關係 當然我們也不排除說 他有其他的無敵 他要收集資料 要掌握人脈 或是他知道在台灣 誰是誰 誰又重要 他要怎麼影響 我覺得這個都不能排除 因為畢竟兩岸敵對關係 本來實在都存在 他也從來沒有 暴棄這個問題 那 我第一個 偉大的問題其實是拋出 我的答案是 第一個先拋出一個問題 就是 那麼如果 不是走兩岸福報協議 那我們的替代到會是什麼 我覺得很難 我看不到 這是他的功課 蛤 這個是您的功課 這個是我們的功課 沒有沒有 我的功課是告訴你說 他是 好我之前回答的 回答說 我的答案就是沒有 只有這條路 假設啦 我這樣回答你 那你要告訴我 那你還要再去研究 不行啦 那麼多條路怎麼研究 什麼 沒有我先等一下 沒關係我先回到剛才的問題 但是等一下 可能那個李淳也沒有 想到我的說法上 好 負貿協議要簽 可是現在是在經濟安全 不行沒有辦法保障 經濟安全的情況下 還是要簽服務貓協議 對你的看法是嗎 我覺得是恐怖進行的 是要同步一點 但是如果說現在目前是 比如說我們也不信任這個政府啦 剛剛你也講 然後我們這個經濟安全也有問題啦 然後所以我們怎麼樣去簽這個服務貓協議 因為簽這個服務貓協議 看來是反過來會影響這個經濟安全 好這裡有很多技術問題 我沒有時間說 我包含就是說 協議簽了 假設立法院通過了 跟他什麼時候要生效 是不是同一個時間 我可以 立法院可以在明年的 今年年底 通過服務貓 可是譬如說他有個決議說 這個協議在兩年後生效 譬如說 這些是可以他 所以我要講說 如果我們有一個目標 所以要等到經濟安全網才要建立 那技術上自然可以去解決 達成這個目標的導致 所以你剛剛問你已經有點技術性的問題 但是你要先確定 你有沒有什麼人 是在這個先見的同步進行要去強化 那如果有先後順序 譬如說安全網要確保 我猜好人民對政府的信任 我怕也不是兩三年被建立 也許永遠不能建立 但是我說 譬如說經濟安全網 建立 如果我們覺得那個要先行 那服務貓事實上 是有很多技術的方式 是可以讓它delay 讓它發生效果 它完成審議 不太容易它可以發生效果 所以那個是可以拿來的 剛剛 我們先給剛剛有舉手的 來 來 接下來 謝謝 來 宜純先生你好 那這邊我想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你真覺得台灣準備好了嗎 因為剛剛在你的台灣當中 其實你會一直說 日本、韓國、甚至美國 他們看到台灣 就是中國在跟台灣簽這些 兩岸福貓協議的時候 他們說台灣撿到 就是像是感覺像台灣撿到一塊肥肉 但他們也想跟著那些簽 可是重點是我想要搞清楚 是台灣的角色跟他們這些 美國、日本、韓國這些 經濟大國角色 他們的轉型是不同的 他們玩得起這場金融遊戲 可是台灣準備好玩這場金融遊戲嗎 或許我們今天 我們不可能這麼單純看說 這場福貓協議 就是單純的經濟上的貿易 它一定有帶有可能政治 還有它就是剛才說的經濟安全的問題 那在這場 這個當中 其實這些經濟大國 他們已經有 他們像國內陸的一些法治 已經有做好這些萬全準備 但我們剛才討論當中也發現 其實台灣在這些法治上面 尤其是經濟安全 政治資訊透明化的內容 我們完全沒有做好任何準備 就是我覺得就是我們 根本就沒有任何準備 然後政府就馬上帶著人民要往前衝 就是有一句話是說 不能是看前頭路而沒有身後衝 就是我們台灣的身後衝的人 我們政府今天 我們領導健身帶著我們人民往這邊衝 或許它這邊是有正面效益 或許這個 因為經濟自由化 它本身就有帶有 所謂正面效益 或許這邊有正面效益 可是正面效益 它後面犧牲的東西 是否跟這個正面效益 它可以均衡住 還是說它帶來犧牲 反而讓這個正面效益的效果 減弱非常的多 而且這個正面 這個所謂的犧牲不一定是經濟上的犧牲 可能包括我們人民 然後自由的犧牲 對 我想問的是台灣真的準備好了 這場遊戲 好 謝謝 這問題你想回答 因為你後面的問題非常抽象 就是說 犧牲啊 惑利啊 這都很抽象 我先回答比較具體的問題 你是問我台灣準備好了嗎 你覺得台灣準備好的指標是什麼 我們先 again 我覺得要再跳出兩岸 我們加入TPP 總統說要8年 現在是7年 因為它覺得我們沒有準備好 現在很多的TPP 都8年代9 7年代9 大概都已經在玩了 永遠準備好 永遠準備不好 你只要準備差不多 你就應該要上去 好 所以我第一個問說 因為這個問題 不是這兩岸才會被問到 常常我們在很多區域講 我們都會被人家問 或是自己問問台灣準備好 OK 那這有時候很多涉及到主觀的判斷的問題 就是你價值觀 今天我出去看氣象預報 明天我就考弱 可是看氣象預報說70%會下 你是去衝還是不衝 去照考還是補考 那就是一樣的問題 你準備好了 我要講就是說 在很多場合 假設是以外的場合 我覺得我們應該 覺得自己差不多準備好 很多時候在過程裡面 要趕快做修正 可是如果我們要等到 全部都準備好再上去 那其實沒差了 也不用準備才做 可是回到兩岸 你問我說兩岸準備好了嗎 我剛剛提到說 現在看起來確實有很多 需要做很大的調整 跟這個強化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我一直在想調 經濟安全的問題 那第二個 至於那個透明化的問題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比較次要 那個是完全就是說 一個行政機關 他對立法權就不尊重 對在意百姓的人 或是一般人 或是產業界的意見的問題 那是一個態度問題 當然我們要多出他建立經濟程序 可是最重要的還是這個安全問題 那你說安全問題準備好了嗎 我必須講 我覺得安全問題還沒有準備好 我剛才講的就是說 它有事前、事中跟事後 三個階段 我們現在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事前階段 讓我間接知道 還有事中跟事後 這個問題 可是這個難題其實 很不好解決 就是說 什麼叫做別有居心的 當我們在談那種 黑跟白的案子的時候 那都沒有爭議 可是絕大部分 會讓你頭髮變白了 都是灰色皮帶 有一點 別有居心 可是好像又不是那麼明顯 譬如說 錄製來臺 要到處拜訪客戶 然後記錄你的 你的這個電話啊 你這個算不算是居心 如果它是個日資 我們說它是在建立它的客戶資料庫 如果是錄製 我們說它建立一個 什麼未來怎麼樣的資料庫 那 這個部分其實 非常困難 可是我覺得要開始做 可是回合剛才你講的問題 精采的問題 沒有問題 就是說 那我們要不要等這些全部到位的時候 然後我們再來 簽 我就說基礎問題上 福報協議要delay 是 那個是團權 都可以處理的問題 這個只是技術問題 不是政策 策略上面的問題 先策略上問題說 那我們到底要做什麼問題 我不是這個經濟安全專家 我知道有這些程序 它裡面有一些判斷的要件 我那需要做到什麼 可是我沒辦法具體回答你說 如果我們要建立一個經濟安全網 是要怎麼樣 有可能 我們現在國安大會已經有經濟安全網 可是他基於他的理由 他不願意讓我知道 他的經濟安全網 是怎麼樣 可是現在我們可以 我想大家應該同意 就是說 社會期待 如果你真的不要讓我相信你 你要讓我多知道一些資訊 你要讓我知道你在做什麼 那我才能判斷我相不相信你 這個時候我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我當然沒有辦法還原 我要不要選擇相信這些問題 好 所以也許他已經在做了 那他可能需要告訴我們所有 那也許他還沒有做 那可能他要開始強化 畢竟 我完全贊成就是 入資不是外資 入資就不是一個日資 就不是美資 他就有很多的 其他國家不會存在的問題 你剛才提到我 這一點我完全同意 那只是我要講的是說 到底什麼時候都準備好了 那到什麼時候才要準備好 好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我們要有一點點 往前衝的那個力量 但是我們也意高意識到問題是什麼 那我覺得現在出問題就是 提起來的就是問題 那個媽媽你先把 你所認知的所謂安全 等一下 等一下 文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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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是在於政府它的不透明機制 然後還有說被財團而過於偏財團那一方 所以造成人民被反彈等等 我想問老師這是我第一次能得會認同我爸爸的觀點 那對不起 對不起 我看到那個面對的鏡頭 讓你爸爸知道 沒有 至少要吵成這樣 我也是土營董事的時候 私底下都會看他寫的文章 我真的還蠻不滿意的 那我想問老師的問題是說 當今天福茂協議我們花了900多億的金額去補助一些所謂的受災物 那我們得到的效益只有一點點 而且我們又不能保證像您也擔心的安全問題 那你們會如何解釋呢 因為我爸爸他是做兩岸關係也做了好幾年 然後也和一些學者像花安芳老師那些有做到一些些成果 所以我只會想問老師這個問題 謝謝 OK 好 你看很快 你剛才比較基礎是那個950而已 現在你追加到970幾億的因應自由貿主導方那個預算 那個預算是匡預算 不是真的錢在那裡 就是每一年他會流出這些錢來 如果有人受損 可以從這些錢來應付 可是過去過去那個不是只適用兩萬 所有的一個提案都包含 過去這麼多年下來 好像穩定價只有兩個還是三個驗證 是符合那個條件可以去申請那個錢 那個錢不是拿來直接輔助受災 不是 如果譬如說我今天很懶惰 然後輔助受自由化影響 然後去申請 當然不會過 他有一些條件 OK 所以不是說那950而已全部都要用 事實上那950到現在可能 連9千萬都沒用了吧 OK 所以 所以你剛才比他說 950而已比什麼0.07 是這樣子來比較 那我要說那個950而已 如果你要說他花了 他可能花了900萬或是2000萬 過不到 那 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經濟效益的問題 就是剛才我一開始就請各位可以思考 就是說 我們開放物方假設區的安全問題之後 到底什麼樣的情況下我們會送稅 OK 我們是老闆還是勞工送稅 那證據會設計 那950而已到底要 後來要怎麼用的問題 所以 所以 你也許你會有一個新的問題 但是 就你剛才的問題 你的判斷記錄的話 那個950而已 不是撒到社會去 他可能只會用了一兩千萬左右 那那31會 那我們 服貿得到的結果 那31會流到 所謂的政府 不管是政府 或者是人民可財當中嗎 因為 既然您這樣講的話 那代表那31 我也可以說 這是政府的估算 他不代表 他本來就是政府估算 完全同意 對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又要 光比議原則上面 都已經差了那麼多 那我們幹嘛還要簽服貿呢 沒有 你是說952比那個31 還是 1000萬比31 如果是1000萬比 那對 不能比 952沒有花出去 那31也不一定全部進來 對對對 所以你的問題 可能要重新算 因為你的問題是說 952比30 那我現在是說 你可能 952那個是 如果基礎不對 你可能要 1000萬比31 那你先 你以為你先跟我說 那31個才不會進來 我同意 我同意 可是你剛才那個 損失的兩邊 可能就要重新調 那你的問題 還是一樣的問題嗎 那國家社會有提供 我們兩岸先 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可以 然後可以等一下再會 來 這位 然後我們就在後面 等一下 就是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這個可能要簽下去 我們兩岸的經濟 已經斷幾滴 那如果今天中國經濟大受益 那我們經濟一定 一定是下滑後折 那這樣子的話 一定旁邊 那我們會不會太依賴中國 我們就中國 我們還有 比如說 東協 歐盟之類的 那為什麼我們 在Focus在歐盟 我知道這有點簡單 但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會不會 把雞蛋都放在同一個欄子 好 沒問題 我們會 現在已經存在這個問題了 我們對中國的貿易 依賴度 我們40% 韓香港的出口是去中國 OK 可是我剛才一直想要問 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 就像我剛剛問高理事長 為什麼那麼多台車要去中國 各位有想過這個問題嗎 為什麼這麼多的風險 理事長也是到處的 跟大家分享這些問題 問題是為什麼 我們每年還有幾百億 甚至超過將近一千億 這個資金要去中國投資 為什麼 他們都是笨蛋嗎 我不覺得 他們為什麼一直要去 問題在哪 譬如說 我覺得一個可能的 比如說以服務業來說 如果今天有個中小企業 服務業要去海外投資 他可能只會選中國去 為什麼 因為中小企業缺乏語言能力 缺乏對當地的支部了解 缺乏這些風險評估的能力 只有一個地方 他比較不怕 就是中國 好 那 我覺得有危險 當然有危險 如果兩岸是正常的關係 不會有這些問題 那兩岸就不是一個正常 很多時候是一個疑略的關係 所以這麼放一段路 當然有一個經濟不安全的問題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 我們要不要focus 當然要 可是我要講的是 各位 很多這些投資決定 我剛剛一直在問各位 這些投資決定 到底是政府在做 還是廠商在做 所以政策可以去引導他們去東南亞投資 可以去印度 可以去巴西新興市場 可是追根究底 最後廠商到底要去哪裡投資 還是基於他的算盤 來做決定 那為什麼我們廠商會打出算盤 來要去做 各位有講過嗎 是他不愛活 還是說他什麼 我不曉得 但是我覺得有些基本上 讓結構限制他去別的地方 可是 所以當然 如果我們可以跟這些 不一樣限FTA 當然我們可能某種程度 會讓他們容易去一點 但是我差一秒比之內 這個結構不容易 來 老師好 我有對老師的研究 稍微做一點 research 然後 然後我也是中三大學畢業的 然後 我有上課上醫生老師的課 然後 我這幾年 就是我以前在上課的時候 就像老師一般常說的說 政治的問題就歸政治去 然後經濟的問題 就是究經濟論經濟 我背這一點太長很久 然後 就是 這一個思想 就是禁錮了我在 禁錮了我在經濟領域裡面的思索 讓我封閉在這裡 然後 我剛剛 聽到一開場 老師這樣說的時候 我就覺得 有一點很熟悉的感覺 那 我想要跟老師分享說 我覺得老師 你不是對這些不懂 否則 黃英九不可能派老師去談談 那你也派老師去談談 然後 我知道說 那個 你也是那個 有負責說會流計畫裡面的 主持人之一 所以 所以 不可能說 對一些 比較壯斷的產業 或者是說 有國安疑慮的產業 完全都不了解 像你剛剛所說的 那麼不了解 這是我要做討論的地方 然後 針對 針對 那個老師所說的說 什麼 舊經濟 論經濟 我有兩點要補充 第一個就是說 關於中國的經濟 他們的外匯存底 他是有一個國家主權基金 然後 他們的國家主權基金 就是可以去海外投資 也可以投資在他們國內的企業 那現在一般 一般國際上 覺得 覺得中 為什麼以前的台商會進去 然後現在 現在 我們 就是為什麼 以前 簽FBA的時候 反對的 反而沒有比現在福茂的 這麼激烈 我這邊的認知 我也可以找到很多 很多人的說法來支持我的認知 就是說現在國際的觀感就是 如果中國的經濟會崩潰的話 那這些人就是會先完蛋 可是呢 然後 如果中國的經濟會起來 然後 應該會繼續 繼續 猖狂下去 這樣 然後 再懷一下三年 可以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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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就是現在所有的 就是現在所有的 就是 不管是大型的那個 那個 就是反正有很多 重量級的人士 都已經在預測 中國的經濟在崩潰了 可是我們現在的政府呢 卻一直要我們 簽譜帽協議 然後甚至 中國經濟崩潰的消息 我沒有辦法在國內的報紙面看到 我都要去搜尋國外的報紙才能看到 然後這個是我要說的 然後剛剛 老師也有在同影片裡面寫到說 我們簽國際貿易協定呢 是要探位贏者圈的權利 那我就想要問老師個人一個問題 您覺得您是贏者圈嗎 然後 然後還有 然後我隱隱約約說 隱隱約覺得說 有很多爭論啊 老師都剛剛在頭一片裡面有寫說 是 是不是有長期的眼光 是針對我們國家的利益 還是我們個人的利益 那我也要同樣的問題請問您 說你是長期的眼光 還是短期的眼光 你是個人的利益 還是 還是我們國家整體的利益 那你有沒有外國國籍 你有沒有外國國籍 你有沒有外國國籍 我沒有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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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 你們子子孫孫孫 有沒有在台灣的答案 當然有 當然 當然我覺得 李淳可以回答所有他的問題 而且我會覺得說 你這樣去問他也很好的 就是說 當然他也不會太在意這一次 但是我們還是要留點時間 給其他人 那個 因為我們剛剛都以先舉手為主 所以我們只有這一輪 我們時間一定要結束 所以要讓他回答 所以我們只剩下後面那一位朋友 那其他還要再回答 等李淳如果回答完 那時間以前還有時間的話 我們再來把握 如果沒有的話就不行 沒人說 我聽到這樣很爽的 我就想不說的 好 我們時間以後 會讓你們自己也上來講 來 那個 那個裡面 像你比如說 這個時候好了 你說所謂的安全 然後我們其實就是 比如說一般人在大陸裡面的時候 你們知道說 其實大陸很大 是中間政府 每一個地方都可以放得到 每一個地方 那麼 你說國台辦是什麼大的 當然國台辦 麥克風啊 接近地方 國台辦也不是什麼 你各個地方的問題 跟各個地方的那種 割據的死分勢力 跟地利集團 你國台辦並不一定能夠完全 處理到這些資金 當台商會是中小企業在那邊投資 我根本其實是屬於在說 其實就是看你運氣好 你運氣好 如果沒有碰到 就可以賺錢 你運氣差 抱歉你才來到當地人事 當地人事 當地人事 你也賣主要再接近一點 你就拿著就好 對 簡單的就是說 今天國台辦 跟各種東西 其實它並不一定能夠處理到 大陸各地內部的各地利集團的問題 那麼今天發生的這件事情 有的時候有些東西 並不是你要求國台辦 或者是比如說要求大陸 某個地方的公開問題做 它就可以保障到台商的問題了 那麼我就問個問題啊 今天政府談這個事情 它到底怎麼保障說 我們在台灣這邊 那反過來說 今天 我應該說 我今天覺得一個 自由主義的場合 有一個定義就是說 市場經濟跟自由法治 是不可分的創生兄弟 那麼今天我反過來說 今天其他國家 在中國大陸投資 他們政府做了什麼樣的功課 做了什麼樣的功課 去理解中國大陸的體制 然後提供給他們的保障 我想這裡台灣政府 一點都能夠做到 那我問個問題 你們如果要做你們 是不是能夠學學美國 或學學其他大國的意義 在這個方面 多下一個手 不然的話 進去等於說 你在一個野地上跑 然後今天有沒有野獸跳出來 就是看你的運氣 那麼我覺得這個東西 就是大家講得多 比如說就算是 我們先來 在台灣國安這一項 我們在那邊經商的時候 你的各種安全 跟各種財產的保護 我覺得我們政府 如果在這方面沒有做 我根本就是無能力 你放的人民是有在影響一起 好 謝謝 這個非常好的問題 然後 我們第一頓 當然就是 我幫我看你回答 那個 我沒有玩火鍋燥 我的小孩也沒有 我太太也沒有 我是不是影響圈 那好的 定義什麼叫影響圈 我覺得我很喜歡我現在工作 不是做福嗎 我是說我現在中心院的工作 那我覺得我一路走來都很輕易 我沒有賺很多的錢 可是我覺得我是影響圈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影響圈 但是我覺得至少 就我來說我是滿意的 我只能這樣回答我 我不知道 你所謂的影響圈是怎麼定義 看你是哪一種的影響圈 我以前的工作沒有特別好 所以我以前不是影響圈 如果是比成績的話 那 我現在講影響圈 就是跟剛才講風險有關係 我們講了很多在中國 投資經商的風險 是不是台灣的業者 比其他國家都來得高 還是台灣的業者 面對風險跟其他國家是一樣的 這個低狗不要先走 至少我可以說 我不知道其他國家 我很肯定的說 我們台商在中國大陸經營的 投資貢獻 可能會比日本來得低一點 我不能說我們比美國高還是低 事實上我不知道美國到底 在中國做了什麼事情 這三年可能會低 可是長期的觀點 整體的觀點來看不見 對 這些都是 我講我也算命 你也算命 所以大家說 到底大家對未來算命 是基於什麼基礎 然後看怎麼算 會比較準確 我沒有辦法說你是對 我也沒辦法說你不錯 但是我講的是說 我們現在不要用這種 我現在沒有辦法說 因為像這樣的話 就變成說 這樣堅持你是對 可是這樣讓他講完好不好 剛才兩位都有提到 依存度 確實 基於兩二的現狀 我們對中國的依存度 確實偏高 那剛才提到說 如果中國的經濟一旦崩盤的時候 台灣會不會受影響 台灣當然會受影響 事實上會受影響的可能不是台灣 亞太 就APEC經濟體 21個國家裡面 除掉美國以外 幾乎其他所有國家的 最大的貿易夥伴 都是同一個國家 叫做中華人民共和部 韓國的出口 我們台灣出口是27%到29%是去中國 韓國的出口是22%去中國 如果在結構上跟台灣很類似 所以如果中國崩盤 韓國也會很慘 可是回過來 我完全同意 韓國很慘也不會叫我們那麼慘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政治上的問題 韓國跟中國沒有這個政治上的考量 所以我們當然要是 但是不要去分散這個風險 這一點我同意 可是現在來了 我們怎麼去分散風險 我們過去有嘗試過一些方式 我們嘗試過禁止付大陸投資 然後採取南向政策 輸黨 我用政策去引黨 有沒有效 我個人覺得沒有效 那你只是上去大陸投資 是今天透過開曼群島 透過這個 British Virgin Islands 跑去 那南向政策 我們曾經是印尼最第四大的 這個投資國 結果印尼在97 還是2000的發生排華事件 全部台商跑光光 那印尼有沒有風險 印尼台商跑光光之後 再也沒有回去了 紅線可能是第10、第11 曾經是第四大陸 印尼一樣會排行 好 所以我要講 這個資金 譬如說經營的布局 政策 公共政策 到底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我們過去有實驗過 各種不同的方式 所以我剛才說 說有一個維持 就是禁止投資 然後引導人向 這個我覺得現在 領域起來 沒有非常有效 那好 那我們回頭過來 那我們不要禁止投資 可是我們也不要鼓勵他們去 我倒覺得現在是比較可行的方式 所以譬如說我們高理事長 政府要忽略他 大大告訴他說 欠了這個協議 或是沒有這個協議 不管啦 去中國要小心 高投資 背後代表高投資 那是一個沒有法治文 我覺得 如果你問我 我不是政府 可是如果我是政府 我會告訴大家說 就是像大家去買股票 下面很多警語有沒有 投資風險要自顧 我沒有辦法把你交付 我要講的是 中國的高風險 大家都要去買 那可是 我政府也只能做到 我告訴你這些警語 那至於你要不要去冒險 我坦白想 不是政府可以做的事 我們過去嘗試過了 我們把大門關起來 讓大家懂 小門好不好 你反而更不能共識 所以 我知道這是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我們也不想過足其中 完全同意這個問題 各位知道 墨西哥跟美國 墨西哥的80%出口 是大門過足 比我們再多一倍 還一倍多 那你問墨西哥 當然不擔心 我完全不擔心 他希望再多一點 他最好把美國抱起來 其他人都進不去 那是因為他沒有政治上 對立的問題 我只用這個例子來呼籤 康生就是高依賴度 在經濟上面 結構上面 固定都是問題 兩岸是因為有政治上面的對立 還有軍事上的對立 最好不是這個問題 那可是解決這個問題 到底是用圍堵 引導 還是用現在這個方式 透過正常化開放 同時間爭取國際空間 那麼 可是同時間應該要強化對 這些要付中國投資的 廠商業者 讓他們了解那邊的風險 是比較了解的 我覺得 我們只能都走走看 那過去走過的經驗 也可能不是很有效 我們來試試看另外一條路 是不是有效 好 那當然就會涉及到策略問題 每一個人對策略問題 都會有些價值判斷 都會有些自己個人的經驗的 所以我不能說 我告訴你 是對的 我只能告訴你說 過去的歷史是這樣子顯現的 那至於 未來我們要怎麼走 現在我們試了一條路 這條路有一個問題 包含說 對大家的警告是不夠 那個金魚都寫得很響還沒有 就跟股票百塊一樣 賺錢都寫很大 但是損失都寫得很響 我短短的講一下 因為我覺得有很多的 對中國的誤解 第一個 國台辦說鞭長過期 其實國台辦是跟地方政府是一切的 對付台山是一切的 第二個話 剛剛朱家仁一直在談說 為什麼我們國台山要去中國 我們台山也流傳一句話 說去中國是早死 留在台灣是等死 所以此 早死可能還有一些希望 有成功的希望 那問題是 為什麼台灣現在變成一個 大家都不來投資的地方 這個才是重點 這也就是我上次講的重點 我希望還有機會 能夠給我一個人講一次 怎麼解決現在這個問題 因為你現在所講的問題 那麼根據你現在的說法 福茂協議不簽會得罪中共 得罪中共會走不出去 因為中共的影響力大 對不對 就是會走不出去 但是如果我們簽福茂協議 明明對我們並沒有那麼大的好處 我們去簽之後 那麼越簽越限越深 以後你簽任何東西都要他點頭 對不對 一定是嘛 都要他點頭 那台灣就頭牆算了 對不對 頭牆就算了 我們認為結局就是頭牆嘛 對不對 只不過是青蛙慢慢的死而已嘛 對不對 但是我講的是 如果把台灣的投資環境改變 如果台商能夠回到台灣來 如果過去的經濟奇蹟就會重現 那才是真正解決現在的問題的關鍵因素 我完全同意啦 但是就是說這些如果都成熟 我真的不需要 這個我還可以 你一分鐘 還有一分鐘 沒有我對的 讓這一分鐘 好啦 結果 反正是要讓你做結語的 我舉手了好幾次都不是 我舉手 剛剛有一個問題我一直在想 我想在台灣的這些商人 確實很辛苦 那當然他們想要賺更多的錢 或者給自己或者他的員工 很多的機會 但是有一點就是說 因為文化有類似 還有最主要是語言 那語言同樣啊 那文字同樣啊 那當然他不用再花腦筋去學清他的語言 那比如說我去美國 我要從一些學美國的那個 就是英文 那我要下很大的功夫 我在那邊做很久就是了 那還有文化的衝擊啊 那所以這是不是也是一個原因 好 居性不同才是原因吧 您是說 兩個互動會因此增加 或是說我們去會變得比較方便 我是說 那個很多人 人都有惰性 對 人都有惰性 那能夠已經有現成的 那拿去 那不就好嗎 沒有 沒有 好 那個我等一下 我想大家有興趣可以繼續留下討論 那我稍微做一點點結論 我第一個就是非常感謝今天有很多的指教 我還要再講一次 我不是代表政府來 政府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的工作參與了政府很多事情 我也沒有完全同意政府的所謂說每一步的步伐 可是我要講的是我今天來跟各位報告是 基於我對這個協議的了解 裡面有很多的瑕疵 很多我也同意 很多的缺失還沒有到位 可是我必須要曾經就是 我不是代表我不是什麼經濟部啊 其實正願來跟大家洗腦鎖交 我是來跟各位分享我自己的辦法 那 所以 從這個角度 我很感謝剛才 各位報告的指教 特別是剛才提到就是說 我們還有很多的問題要解決 那在這樣的前提下 福報到底要用什麼樣的速度去推動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要思考的 是多快足 我只能說 今天的解話告訴各位 我從我的價值 從我的專業學習 跟我過去的感受觀察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我們都不喜歡認真非種的部分 可是 這個步是小碎步 賣大步 還是說停下來看兩步 然後再決定解釋要怎麼走 這個策略 我覺得是有同的空間 那當然 更重要就是說 我們談到說 很多去中國 就像講 你之前提到 在台灣等死區那邊 在台灣是等死 必死無疑 在那邊也許來明顯升級之類的 導致 然後很多中小企業 因為原文化的惰性 導致它會流向 所以我覺得 用封鎖的方式是擋不住的 那可是 封鎖的方式是擋不住 我們怎麼樣去降低那邊的風險 然後進來 降低 入自來台的風險 這些安全的問題 我覺得都是 我們去看福報的廢道 所以 可是最後 我只想請各位 去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大的方向 我們大家覺得 該不該講述 第二個就是說 那這些配套 或是我們走的步伐 和快慢 我覺得是一個 我會覺得是現在 接下來要討論一個 非常關鍵的步驟 也許我們應該走慢一點 也許我們應該要再建立一些 什麼樣的基礎 可是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這一步是必須要走的 只是走快走慢 我覺得我們可以 好 所以 今天非常謝謝 那個 我沒想到欠當的債 越坐越走 今天感覺到 必須很的話 好 那我希望下次 我們還有機會來談 這些更愉快的話 好 不要再講了 好 謝謝大家 其實有個好處 有個好處是 之後呢 你大概可以知道說 他們另外贊成 什麼官方說法 會用什麼樣的說法 也讓大家可以知道說 在接下來 9月15號的辯論比賽裡面呢 可能就不小心 會引用到 李淳博士的說法 要嗎 不會 我們會把這個撥上去 讓大家知道 彼此都有那個武器 可以來打 稍微透明化 有個攻防點 當然也是希望說 大家談 不是只是打嘴炮 希望距離找出一個 比如說為什麼 今天我們要設定在一個 經濟安全的角度裡面是 我們要只要從經濟安全的角度 我們才會再去看一個 負貿寫的問題 可能會 稍微會具有一點建設性 然後 非常謝謝大家 因為今天還有 高先生要來講一下 那個 今天帶來的連署 對 好 先跟大家講講 那邊講一下內容 他們要簽什麼 好 就眼睛閉著就把他簽下去就好 幹嘛這樣 對不對 這個是全國縣的 這個 德式適應的提案 的連署 我需要十萬分 才能跟 才能跟 第五件 是反對嗎 反對還是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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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要一個連署 要通過公民連署 要簽婚之五的公民 所以要大約十萬人 我的題目 我簡單講就是 你是否同意 台 就是說 核市場 進行試運轉 那試運轉的 是個寬佛的提案 對對對 那試運轉是怎麼一回事 就是莊田和燃料黨 試運轉 莊田和燃料幫試運轉 那前面我有說是 台電公司在哪裡 在 新北市 所以是 全文是這樣 你是否同意 新北市 台電公司核能市場 進行 莊田和燃料幫試運轉 然後 邀請大家做 提案等 提案人 那提案人需要十萬人 那我現在 只有三萬人 所以 還需要 多能力 好 謝謝 那我們看 還有人要 講一下 代表他主事來發言一下嗎 那個敬衛來 好 來 好 來 來 大家可以聽一下那個敬衛 他是 是 嗯 我先回收 高教授 那個 連署 這個連署 這個連署是提案 提案 就是你是否同意 對不對 當然有的同的時候 我們要同 我不同意啊 好 我的目標是 我不同意 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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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有的同的時候 請大家去投票 就是 因為 現在 如果 比較著急的是 更著急的是 如果 九月十七號 立法院 開義的時候 他會有 封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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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你是 總之 反對 蛇似運轉 你的 投票人數 會不會 交通 百分之 的話 就是 整理 這個 這個 提案 是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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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蛇似掌對 很多 都會 有 所以 老教授 你 是 另外一個 公投案 就是 防御性 武器 我們要先 第一步要先 防號 所以 請大家 一定要記得 先準備好 很多的 請防號 如果 有 核四公投 大家一定要 去投票 好 那我們 現在 終結的是 飛票大 就 趕緊 要大家 當 終結的 這個 那個 終結的 二四個 三個 那 你 一個人 去找十個人 基本 找十個人 來簽名 他 要 一個宣誓 就是 鄭重 我屬下 政府的承諾 大家可是 公投 他 又 一百萬人 親手 公家 終結 做一個 終結 那 你可以打電話 或者是 面對你 找到 十個人 就簽他 他就簽名 你 發的聯絡方式 給你 等到 快要 那一天 記得 大家要再去 推 推 那 這件事情 非常的 一定要面對面做 一定要是你認識的人 或是說 一拜天 什麼 天氣 好 我們必須要 一定要 這是我們 如果 我們沒有 現在沒有準備好 辦法 投票 結果 就是 合適 要求 拜託 所以 有關大家的 未來 生命安全 所以 沒有 我是主張 是 我 兩拜 如果 我們想要做 那些事情 大家 請 好 連屬書 還沒有人去 連屬書 已經都先發去了 然後 呃 現在 我們整個星球 現在就結束 然後大家可以繼續留下這裡 然後 彼此交談 然後問一些問題 聊一下 然後我們這裡會待到一點 然後一點會關 再關 好 很高興 既然 我 愱